它就是修饰的作用 比如说 我发现个女孩 这个女孩很美丽 就我发现个女孩呗 是不是 美丽不是她修饰的吗 往下看 The movie makes me excited 它就是宾部 去掉之后句子不完整了 这个电影使我 怎么了 对吧 你必须就使我感动啊 高兴啊 对吧 宾部 去掉不完整 如果是这个 或者定语呢 This is an exciting movie Exciting就是定语 前这个后制都有啊 如果去掉之后 This is an movie 这是个电影 也很完整 加它只是为了修饰 不影响句子结构 和这个整体的这个通顺 对吧 这是一点 第三个就是说 第四个就是说 这个从句的引导词大权 这个我们也好好看一看啊 就是有哪些从句 三大类从句 名词性 洗容词性和副词性从句 这些名词就是 宾鼠表同 是 名词性从句 洗容词性就是 定语从句 副词就是状语从句 基本状语 主要都是做副词 这个 对吧 然后我们分别看一下 这些引导词 常见的就是ZET ZET一般在 宾与从句里 是不做成分 对不对 在主语表语和 同意从句里 也不做成分 但是它在定语从句里 可能做成分 可是指人可以指物 主宾表都可能 是不是 哎 这个 然后呢 再就是说像 这个位置 这个最显著的 就是在这个定语从句里面 是不是 哎 指物 指物 这个 然后呢 就是什么 或是人 或是指谁 或字是谁的 这个你们分别看一下就行了 右面这个副词这个 从句你们 一定要好好看一看 比如说 no matter what 对于what what I were 哎 这个 好好看一下 有的需要加 有的需要不加 哪些词能用到 应该好好看 好 下一个就是说 现实性定从和非 现实性定从的区别 你们第一点 我肯定会说 呃 有没有动号 这是一个判断啊 我们感谢一下 小言 小假 言自由离的这个提供啊 看一下这个 哎 这个两大明星 是不是 首先他说 你想看 说啊 他有这个钱 这个钱是 前女朋友的钱 所以他这个钱是谁的 是他前女朋友的钱 是不是 这个就是爱 他钱女朋友的 这个女演员的钱 这个欠的是这个 他是一个欠 然后呢 女演员 前女演员 对吧 爱 前女演员的女演员 就是修饰 所以说 现实性定从什么 就他是现这个约束 被修饰的名词的 你说删掉的话 意思是改变的 这个 再看 他身伤害了谁 伤害了曾经是他前女友的 这个人 对吧 前女友 这个前女友的意思啊 他 他前女友 他深深伤害了他 所以说 这个是非现实定从 他呢 是其补充作用 删掉之后 区别也不大 他深深的伤害了这个人 是不是 如果要是现实性的话 就不能删掉 删掉意思又变了 那么我们再理解一下 非现实定从 一定要有逗号 对不对 非现实定从 就一定要有逗号 这个 然后非现实定从 不能用在他引导 这也是一个区别 这个 然后呢 同时他呢 就是非现实定从的 他既可以修饰一个词 也可以修饰一个句子 这个之前我们也讲过 之前我们讲过这个事 这个之前也在 读学班那个题里面有 是吧 所以总结一下 就是限定性的 一般是没有逗号 非现实性有逗号 然后限定性的是 限定约束 对吧 非现实性是补充 不是限定约束 这个 然后呢 非现实性的话 就是关系词在的 可以省略 非现实性的 关系词这个在的 就是不能 关键词逼语 不能省略 对吧 然后呢 限定性的一般 指先行词 指的是词 非现实性是词和句子 都可以 然后呢 我们做个练习 两个练习 你们可以到的评论区上 好 最后一个就是说 来说一下这个强调句 和同位语 和不语的这个区别 什么是强调句呢 就是 你们都知道 是不是 所以说 删掉 删掉 划线部分句子 如果它要是强调句的话 这句话就是完整 就是去掉 It is that 只有这个 这个 It was who It was that 去掉之后 句子仍然完成 它就是强调句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是不完整 那就是定义存句 我们看一下这个 It was 夜 who 是 叶文杰 这个人 1975年 收到外星信号 如果去掉之后 他收到了外星信号 1975年 完全可以 对不对 这个是个句型 It is was that It is 或者 was that 什么什么 或者who 去掉之后 完整 就是强调句 好 那我们再说同语和不语 其实这个也很简单 是不是 你看这个 比如说 杨真 严真 是什么 他是什么 是千奇遇报的主播 他是 对吧 这是属于什么 是主语的不语 因为他是什么 这些主语 千奇遇报的主播 他是主播 对吧 所以说你主语的不语 一般不能删 删了不完整 那我们再看 宾语的主语 宾语 这个同志 这是属于和不语 主戏不 这种不语 这个 翻文发现 学姐说的有点问题 那块 主戏有不语吗 哎 对吧 这只是一个不语 补充说明的不语 它可不是同位语 记住 再看第二个 我看到了 严真的新闻 这是什么 宾语的不语 关于严真的新闻 是不是 如果你删了 这句话意思就改变了 我看见了严真 不是新闻了 是不是 然后再看这个同位语的话 说严真 斗号 有个斗号 两个斗号之间 基本就是同位语了 哎 这个是吧 天奇遇报的主播 现在在监狱里 哎 就是你们看一下 删了之后句子意思不变 其实就是同位语中间 补语的话 就是说 它就是句子的成分 不能删 哎 任何内容都可以做补语 再就是说同位语 它可以删 哎 然后同位语呢 也只可能什么 只能是同一个人和东西 同一个人 不能指别的 这个东西了 再说同位语和插入语的区别 这个的话 你们谁知道 可以打在评论区啊 包括雪也跟他说 里面有小问题 你知道谁发现了 可以打在评论区 今天这个呢 还是去老地方 回复语法来获取啊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 语法里面的一魂点 不会的 也可以打在评论区 然后呢 我下此刻再出 下节课呢 学姐准备带你们 用一句话 搞定剧里的各个成分 包括带你们怎么样去 拆分理解一下这个长男剧 我们下次见 今天这个非常适合 零基础 以及语法忘了的姐妹啊 就是咱们把一些 在考研里面设计的重点语法 整体过一遍 比如说像磁性啊 剧子结构啊 剧子成分啊 实态啊 这些帮你们再明确一下 如果老师说 你没有听语法课的话呢 可以直接跟着学姐这个 大概过一遍 看不懂 再去分别听你报名的老师 或者说田津老师啊 小样老师啊 这样的课 好 下面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语法 快速过的第一堂课啊 第一堂课呢 主要适合这个 就是想复习一遍语法 或者说不知道语法是什么 零基础 技术不好的姐妹 整体给你们过一遍啊 第一堂课呢 咱们包括了六个内容 第一个是从磁性 第二个是实态 第三个是剧类 然后句子成分结构 最后的小册 这几个方面 来给大家梳理一下 考研语法 主要是考哪些东西啊 首先我们看这个 这个呢 是所有语法里边 最基础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作题也好 背单词也好 就是了解什么 怎么样 哎 就是主位 主位结构 这个是句式里面 最基础的结构 也是贯穿整个长南句 我们需要找的主干结构 那这个什么 就表示的是 哎 主语 主语是什么 就是人或者是 无论是抽象来的具体 那么谁怎么样了 这个就是卫语 卫语的话 如果从语法教读来说 它是属于一种动作性的 广义上动作 所以也叫卫语动词 比如说 he runs 他跑步 哎 对吧 好 哎 知道这个之后呢 我们从第一个方面开始说 先说词性 词性的一共有十种词性 最近给你们总体概括出来了 十种词性 常见的 比如说名词 动词 副词 学龙词 借词 连词和代词 这几个是比较常见的 然后我们来分别说一下啊 首先看一下 就是这十种词类分别的解释 第一个名词呢 一般肯定你们都知道 表示人事物 对吧 地点 抽象或者具体的这种 比如男孩女孩早晨太阳 这样名词 也可以做主语 是吧 然后代词呢 就是有什么人称代词 和疑问代词 等等 哎 这个who 就是问谁 问人 然后这个 he share at you me 这些都是人称 哎 第三个学龙词 学龙词一般呢 在句子成分里 它充当的是这个定语成分 对吧 定语是学龙词性 所以它是描述这种特 特性或特征 修饰作用的 比如好坏 哎 黑白 颜色 这样 第四个就是竖词 表示数目或者顺序 基数词和叙述词 叙述词前面要加泽 对吧 然后第五个就是动词 很常见 一般位语都是动词 位语动词 表示动作的状态 是从主语发出来的 动作的状态啊 这个动词 如果是主句的话 哎 B动词是不是 然后害物这个十一动词 请大家动词 动词的分类有很多 我们后续会陆续给大家积累的 然后第六个就是副词 副词它是修饰动词 形容词或副词的 形容词呢 是修饰名词的 这两个要注意 副词是修饰形容词和动词的 比如说跑得快 run quickly 这个quickly就是副词 修饰跑 因为跑是动词 对吧 然后呢 冠词呢 就是定冠词 和不定冠词 对吧 一般是泛指是恶安 特指是得 然后借词呢 就是一般借词端语 对吧 借词端语 in on at等等 这些借词 它呢 就是说 后面可以加名词或代词 组成一些成分 比如说借宾端语 对吧 第九个呢 连词 连词有顺程的 对不对 这个并列的 还有转折的 but 还有however 等等这样 最后一个就是感叹词 感叹词的话 在感叹剧里面 哎 这种或者是歧视剧里面 用感叹词 哎 这个就是十大词性 那么下面呢 需要只需要记住 红色框子里 这个就可以 就是每一个词性 对应的可做什么成分 这个 以及就是它在这个 语法里面 主要考什么点 比如说名词 愿意考名词的数和数格 啊 名词可以做这个成分 主要就是主语和比语 对吧 主要 然后代词呢 就是主语比语 都可以 这种 就是名词和代词 都属于名词性质的词语 人物这种 像动词呢 是属于动词性质的软语 像做谓语 软语做动词 然后多名词 做主语 有可能 对吧 主语 是不是 形容词的话呢 它一般是做定语和表语 博语 它就不是这个主语什么了 形容词性的 然后副词性 形容词性差不多 对吧 然后往下看 虚词的话呢 像连词 贯词 戒词 这个虚词 它是没有不做成分的 在句子里 只是衔接的这种作用 这个你们记一下 就可以了 好 第二个呢 就是实态 实态的话呢 学姐有个记的方法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之前有个姐妹 跟我分享过 就是说 咱们实态分为四种 第一种一般实态 第二种进行 第三种是完成 然后是完成进行式 这是从实态来说的 然后从时间来说 这几个 现在过去将来 和过去将来 对吧 现在的话 肯定就是什么呢 正常第一人称 U 对吧 I 第一人称 然后原形 然后呢 第三人称是JS 这是一般形式 然后呢 像这个进行实态 就可以是ing形式的 ing形式都是进行实态 进行中 完成实态呢 就是过去是这种 但还有但 完成实态的 过去分词的 然后完成进行实 就是把完成实的但 和进行实的ing 相加 加在一起 比如汉武 并 但 这个完成和进行 放在一起 然后对应着这个时间 你们就可以看出来了 学姐圈转呢 就是她这个时间特有的 比如说现在 就是度和大子 过去就是变成day的 对吧 然后将来就是 will share 加上这个度 最基础就是这个度 然后过去呢 就是竖的 是不是过去将来 竖的和物的加上度 度都是最基础的 进行实呢 现在是amvizar B动词 B 读音 是不是 然后呢 过去时就B 变成沃子和沃儿了 然后将来还是shel和will 加上B 对吧 最开始是什么 后部就要加什么 这种都是有B 然后这个呢 最开始的是害物 害子弹 然后过去是害的 变成害的 然后这个shel害物 树的害物 都有这个害物 跟最基础的这个相对 完成进行实也一样 并读音 再一个读音就可以 在这个基础上 这个 在它基础上 其实再一个读音就可以 完成实在 那完成进行实 加上进行呗 对吧 好 然后下面就是一大点举例 你们看一下就行了 好 实在的下面呢 这个就关于被动语态 它的主动语态是这个 然后怎么变成被动语态 你要分清 因为长谈局里面 靠被动语态的 真实在太多了 我打你 你被我打了 对不对 这个主语和谓语 要分清啊 然后呢 像什么 现在时 过去将来时 这个变成被动语态呢 都变成淡的形式 这种 这种形式的 你看 然后进行时的 就是being淡 正常时代就是淡 对吧 然后完成时代 就是has been淡 这个being淡 都是这种 各级不同时代 这样变的 你们自己可以造句子 造自己一定会的句子 去理解一下就好了 好 知道以上 这个词性之后呢 和时代 我们还要了解一下 这个句子成分 句子成分 其实和刚才 我们说这个名词啊 代词啊 相对应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做一个补充 比如说像 主卫宾呐呐 这个就是主干 是不是 主语一般 我们刚才说名词和代词 可能 更多的是做主语 然后他就是 句子的主角 动作的发出者 整体发出者 他能说英语 他就是主语 大主语 看就是卫语动词 是吧 speak 可以看speak 他可以说 卫语动词 然后呢 英语就是那个卫语 主语 对吧 主卫宾这样 然后呢 卫语一般都是动词 卫语动词 说明干什么 就是主语干什么 都是主语 所以说 i clean my room 就是说 我打扫房间 打扫 就是卫语 卫语呢 就是 什么动作的承受者 是不是 这个 我吃苹果 这个苹果就是承受者 所以说 记住 主卫宾和卫语和卫语 都是从主语发出来的 这个也是卫语和卫语 和其他的不同 卫语的话 是从主语发出来的 他们是有一个主体 就是主语 这个 要记住 他和这个同卫语的什么区别 然后往下就是定状补了 是吧 定状补 还有表 还有同卫语 像表语的话 就是谁是什么 我是一个学生 中间这个变成是了 就不是打 吃 这样十一动词 是是这种必动词 系动词 主系表 这也是系动词 然后定语的就是修士 他一般的形容此心此心 修士名词 形容此心愿意 修士名词 是不是 然后呢 状语的这个很多 什么时间状语 地点状语 所以是何时 就是时间万 何地 就是外 如何 就是A服 是不是怎样 说程度 比如Heroes 负词 修士 动词 最大多个状语 然后补语 就是说宾补和主补 看他修士谁 基本就是谁的 这个补语 同卫语呢 就是 最大前面 进行补充 有个多号 是不是 他不做成分 他只是补充和解释 不做成分 下面就是对应了这个 我们看一下就行了 诸语 了解这个清楚之后呢 我们常谈句就很好理解了 然后第四个就是说 关于句子种类 这个你们看一遍就行了 基本呢 是这四大种 陈述 骑士 感叹一般 陈述肯定有肯否 骑士 就是动语原型开头 有时候 如果是骑士 就表示强烈的命令 这种就是动语原型开头 感叹句就正常感叹 沃特号音到了 初高中都学过 是不是 一定要注意 这个沃特后边这个 是不是可数名词 后边才能决定跟不跟他 对吧 然后下面就是说 从句 一共这几种从句 常见的呢 就是宾语 壮语和定语 前三种从句 是最常见的 是不是 宾语从句什么意思 就是宾语这个地方 本来是个词 比如说我打你 你是宾语 这会儿呢 它是个句子充当宾语 黑赛 什么 对不对 后边话 后边赛的后边是宾语 一个句子充当 就是宾语 壮语的就是说 这个地方是充当壮语的 比如说 f条件壮语 one时间壮语 是不是 当什么什么时候 在哪哪 这些都是壮语 这种 一般是介词短语 对于做壮语 定语的话呢 就是什么 在修饰先行词 比如说 她是一个背着包的女孩 背着包的 就是修饰那个女孩的 是不是 就是用来修饰 先行词的这个 然后呢 还有些特殊句式 这个是一个难点 咱们后期在讲语法 都会遇到 到栋强调 强调句实话 学姐要说 就是a t a z z 是强调 怎么判断 是不是强调 如果你把a t a z z 去掉 这个句子依旧成立 意思也没有变 结构也没有变 那她这个a t a z 就可以去掉 是强调句 这个要记住 好 然后 第五个 就是说这个句子结构 常见的就是这几种 这个五种 第一个是主谓 对不对 主语和谓语 主谓宾 I like apple 主谓宾 我喜欢苹果 主戏表 这个系动词 就是它是美丽的 这个表语一般都是形容词 在系动词之后 因为表语只有主戏表 一种结构 或者表语从句后面 是个句子 然后下面就是主谓宾 加宾部 宾部和双宾 一定要分清 就是这个宾部 它是补充说明宾语 不一定是由主语发出的 这种 像双宾语 就是都是 都是由主语 它展示 像我展示它的书 给我展示 然后看展示它的书 都是从一个地方发出的 是双宾 因为你想 这话确实是一样的 无非就是单宾和双宾 而这个宾部 它不是由主语发出来的 只是补充说明宾语的 记住啊 这是宾部和双宾的区别 好 然后呢 名词形容词和副语性从句呢 基本你们看 名词形从句 办法是比如冰语从句 这种是吧 形容词形从句 像这个定义从句 形容词性的 是的 这个定义是形容词性的 是不是 哎这样 好 然后呢 下面就是一些句子 哎 总结一下 强调的是这个并列句里面 一些并列关系 并列词 你一定要看清 哪些并列 不仅而浅 哪些是转折 but 是不是 然而不过 只是转折 前后意思相反 它就是选择 可能是二选一 或者是怎么样 尽快 哎 应过 就表示原因和表示结果 这个一定要分清 做阅读的时候 千万不要因果倒置了 这样啊 然后复合句 就是上面咱们说的 这些从句 哎 这个呢 就是基本的一个 呃 今天咱们 带你们过了一遍 这个语法 然后呢 在下节课的话 学姐会给你们 把皮诗里面 一混的一些点 比如什么 插入与同位于区别 呃 再就是说 怎么样分清 同位于从句 定义从句 这种难点 带你们过一遍啊 下面呢 有一个小册 可以做完之后 放在呃 打在评论区 然后呢 学姐把这个 都做正确的 语法来获取咱们 这个文档 今天我们来分享 如果你考英英语 想考到70 或80分以上 那么你英语阅读 只能错几个 hell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学姐呀 试问考研人 什么时候最有挫败感 一般答案只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 绞尽导师 做完美的英语阅读 一对答案 彻底沙眼 第二个就是 公式思路 多重尝试 数学整体 人仍然不晦解 今天我们先来说 第一个 众所周知 考研英语的话 得阅读者得天下 目前这个阶段 想必你们已经 受到很大的打击了 那么把目标分数 打在公屏上吧 一套英语阅读真题 你目前平均 一共错多少个呢 如果你要错12个以上 那么说明 你的英语基础 真的没有达好 可能会比较 过国家线 但是不排除 加入我读学之后的 努力哦 那么英语真题 究竟错几个 合适这个阅读 其实呢 是要看你对英语的 预期分数 实际上的可能性大小 有些人呢 就是说英语呢 是一个拉粉的 有些人呢 只要过线就行 所以说他有前提 就是其他的分数 基本保持在平均分左右 才可以 首先我们先说 第一个分数段 就是如果你要想考 80分以上 那么英语一 严格来讲 其他部分 就是不是特别强的话 你错误率 最好控制在一个 如果是80分以上 那么新题型呢 控制在两个以内 最后呢 部分保证20分级以上 其他部分 基本保持在平均分 然后如果英语二的话 阅读能错两个以内 这个是你起码考 80分以上的标准 我跟读学解决 说过很多次了 记住 但是如果你要是 考70分以上的话 那么英语一呢 就是阅读加新题型 控制在四个以内 就是其实你错四个 就已经很多了 记住 70分以上 那么呢 同时 这个70分以上的话 作文一定要写好 大小作文 最好能控制到 18到19分以上 其他部分 又是平均分以上 那么英语二呢 就是阅读加新题型 你要错四个以内 大小作文保证在 15到16分左右 几以上就可以 这是70分的 那么你要是60分以上呢 英语一的话 就是阅读加新题型 控制在七个以内 记住特别要重视 作文的写作 千万不要跑题 模板一定要好好套 英语二的话呢 就是阅读加新题型 在七个以内 保证作文 这两个是差不多的 那么你要是要求不高 50分 40分以上呢 就是英语一和英语二 他们两个只要是控制在 错十个以内就可以了 阅读加新题型 记住 因为什么 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就是最好的办法 就是说 你自己呢 估算出每一部分的 大概分数 你看每个部分需要多少 然后呢 分配到阅读题目上 达到标准 你不能简简单单的 只看阅读做的好不好 它不能作为你英语 好不好 平凡标准 做阅读 当然也是学 长男聚写作的一个前提 同时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唐诗老师 给你们总结了一张表 他这个表呢 总结的非常全面 就是根据 错题目标分数段 最大的错题的个数 总结出来这个表 你英语当科 如果要是散考八十分以上 你至少每个部门的得分 都要是单项总成的 百分之八十以上 你才能考到那个标准 再就是说什么呢 你根据这个表格 你能看到 你要先考八十加 你新题型上阅读 起码要错到五个以内 这我都刚才已经说了 算是往少了说了 但是你记住 新题型 你如果要是错了 愿意连错呀 就像那种排序题 已经做了全错呀 极选五 所以说 这个还是比较难把控的 唯独就是档下 你能抓住档下 好好练 而且什么 就是说根据网年 教育部考试分析 这个统计的 英语的翻译 基本就是不超过五分 所以说主观题的 非常不可控的 那么怎么办 我们只能在这些客观提出手 因为主观题 我们想不到 你只能把这个阅读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这个分拿到 你记住 如果你要想拿高分 反应用语 阅读一定错三个以内 我觉得我保你高分 前提是 其他的 就是你不注意特别差 像作文写不出来这种 那许姐说了也没办法了 是不是 去年很多都学姐没问过 许姐我阅读 我现在还在全错的状态 我能上八十吗 你说完这个话之后 答案已经可想而知了 对吧 所以说 说那么遥远 不如把握当下 你们想搞多少分 评论区走一波 就得想多说一句啊 就是说阅读呢 他占比很重 可以说除了就是说 其他提醒 基本都是阅读的这个演变 我想说 只要你单词不错 插单句逻辑 翻译都通顺 整体文章脉络很熟悉 代词指代明确 文中主体作者专家观点明确 同时你能找到关键词 那么小下面 你也不用愁了 所以说我建议 最后怎么样呢 想考五十到六十分的 这个同学 就把目标 定到六十到七十 整体计划和要求 也都按照六十到七十 这个走 我也特别建议这种 就是按照好的这样走 以此类推 你别的学科 其实也如此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的准备 其实并没有那么 全面和充分 一定要给自己留余地 这样 所以说你目标 定到六十五分 你即使最后发挥的 不是很好 你也可以考个 将近六十 或者五十多分的 但是如果你要把目标 定到五十五分 就很有可能 最后考了五十分 甚至不到 今天看推荐的这个课 他反驳了一个观点 就是说 政治早开始复习会忘 我觉得他说的太有道理了 反驳太对了 前提是什么 你政治早复习 如果你复习完之后 你不看 他会忘 再说了 你政治早复习怎么了 错哪了 完全没有错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复习 是为了让你理解 先理解 比如说物质决定意识 没让你把这句话背起来 物质决定意识 是先让你去理解 什么叫物质决定意识 然后等到数杂之后 技巧班上来 再用技巧再去背 通过做一线题 学技巧再去背 而不是说让你现在直接上来就背 所以说政治现在开始 一点一点学 哪怕你先学十分钟 背两个支持点 也是在慢慢积累 等到后期的时候 你在背诵 已经大量背诵的时候了 别人还在理解 他没有理解的时候 这个就是你的差距了 我也经常跟读学的姐妹说 再就是说 你加入学姐这个读学之后 我能给你提供什么 给你提供的就是说 把这个知识点 我代背老师的一些课 还有这个目录啊 好的一些资料 怎么能合理的 给你分配到每一天 每一周 这样 而不是说 天天一直一直给你惯 带着你学 这样你就会了 咱们B站上也会有代背的 但是学姐这个代背 绝对不是那种机器人 人声讯摸耳朵 是给你讲 是告诉你 你可以跟全网各道老师比一比 看咱们谁的好 就听谁的 对吧 但是说政治最后两个月 考高分的 我承认有 但是不要做这个挑战 知道吧 你并不一定像他一样 也许别人也是在骗人 你永远没见过他的分数 就是说你也没见过他 真的是考那么好 你就不要再相信了 还是自己踏踏实实学 也不要去想什么 速成什么 速成都是建议在有基础知识的 这个基础奠基之项的 知道吧 你没有知识你都不知道物质 具体的意识是什么呢 你再往下去谈 意识反作于物质 物质具体的意识那是什么 对吧 你得先知道 先到这个地方 然后再说别的 对不对 今天基础我还没有呢 就开始谈小资 那就是空谈 就这样 毕了 哈喽 同学们 今天呢 咱们来聊一下 就是考研究竟报不报班 以及什么人需要报班 什么人不需要 报什么班 为什么要出这个视频呢 就是源于我的一个学妹 被一个考研机构真的坑了 还是某大型机构 就是今天学姐 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 考研需要报什么班 也算是给自己做一个广子啊 广子广子 好 首先我们要从四个维度开始说 第一就是说 什么人需要报班 什么人需要报班呢 你记住报班它分为两种 一种是专业课的班 一种是公共课的班 专业课的班 如果你要是想 就是快速 了解这个专业的这个 学习程度 学习任务 考验真题 以及笔记 那么建议直接找 直系学长学姐报班 如果要是说不需要报班 那么可以找他们探求经验 记住一定要是直系的 第二点就是说呢 公共课 需要报班 就是说 可以加入学姐的读学 咱们这个正式和英语 是非常拿捏的 你们可以看我满屏的这个 读学报喜 真的让我非常开心 因为咱们这个读学 有什么优势呢 第一可以帮你节省时间 什么时间 找资料的时间 试听老师课的时间 我会给你一个 把这个范围缩小 告诉你们哪些课很好 因为我全网都停了 第二就是说 可以直接给你突出重点 告诉你们哪些重点单词 优先背 非常适合你考研 适合做题 哪些是其次这样背 非常快速突出重点 第三个就是有针对性 一对一跟对你的这个情况 制定计划 多了少了 所有人都不是一样的 第四个就是说 咱们这个答疑和监督 每天两人监督你打卡 以及不会随时问我 让你这个学习 时刻保持高效性 时效性 第二个就是说 帮你看作文 后期看作文周册 以及学姐会陆续出一些课程 不断分享一些重点 每天分享长单剧 这样都会给你这个学习 增光天才 咱们这个服务 真的是暖心到家了已经 知道吧 这些人就是更多的是需要 尤其是什么 就是你没有明确规划 第一点 这些人啊 没有明确规划 第二点 不想 就是说花很多钱 咱们就咱们这个价格很良心 不想花很多钱 第三个就是说什么呢 不自律 不懂规划 没有效率 选择困难 其他人不知道 给天哪课了 晚上资料天花乱坠 是不是 不知道天哪课 报咱们 再就是说 想切实提高学习能力的 也来报 咱们是提高能力 因为你学习能力 只要提高了 学什么都会 知道吧 想切实提高能力的 也可以来 再就是说呢 专业课和数学 任务比较重的 或者跨考的 不想在英语和正式当务时间的 也可以来报咱们的读学 完全可以 好 第二个大诡读 就是说 什么人不需要报 第一个 就是说你没钱 你没钱就别报了 是不是 想一些 到本网课看看得了 第二个就是说 会学习的一些技术 很好的人 也不需要报了 这种 因为你明确自己的学习方法 第三个就是说 对成绩要求不是很高的 我不需要报那么多班 花那么多钱 这些人就可以不用报了 第四种人 其实我想加的 斤斤计较玻璃心 学与学不好 什么要求要过多 这种人也不需要报了 老师 谁都满足不了你 对吧 自己跟自己玩去吧 好 第三个大维度就是说 什么样的班不能报 你记住我之前就被坑过 包括那个学面也被坑了 第一点就是说 他这个班里没有明确规划 不知道什么课室 第二个就是说 价格超级高 高离谱 几千块钱那种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只是一些老师 盗版课集合在一起 找个过程号 你就能听了 下一个就是说 签各种保固协议的 这种班 签都不要报 知道吧 绝对是大坑 那个一个学妹 刚刚踩了一个大坑 下面就是说 课程很多 因为啥 他让你觉得 似乎让你觉得 对于你花这个钱 你记住 再少时间多学知识才对 而不是说 课时 堆积这个课时 去体现你这个 就像剪头画一样 不是剪的越久 剪的越好 知道不 有些人快速剪完了 效率很高 就可以了 再就是说 学长和学姐和老师 没有明确的这个 能力 没有展现出能力 随便给安排个导师 这样也不可以 知道吧 好 第四个大纬度 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 报 报什么 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想快速轻松 学习 报学姐的读学 我给你安排明明白白的 这一块 第二个就是说 报各个老师 擅长的学科 比如说 有些老师上阅读 有些老师上 玩写上 心理写上 这样 一定要报擅长的 不建议一个老师 全程搬下来 尤其是英语和数学 知道吧 你争执其实还好 像萧老师 这个腿腿 陶陶 这样还好 是不是 第三个就是说 一定要适合自己 我的读学 合适的老师 适合你自己 这三个放在一起 才是一个你完整的 这个二次考研 我希望大家 就是能听懂 学姐说这个话 知道吧 如果你要是想 切实提高校准 那么随时欢迎 来报学姐这个读学 我一直在恭候大家 因为咱们的名额有限 我不多弄 保证 保质 保亮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 在你腹试 如果你要是失忆了 卡住了 怎么样能紧急救场 学姐今天给大家 总结了三个大问题 在说之前 我们先明确一个原则 记住 你腹试的原则 就两个字 真实 千万不要去撒谎 因为你要撒谎 你就会去原谎 这样的话很累 好 在说这三个情况之前 先感谢一下 学员有的威威 她给我提供了一些 好的灵感 我们来说一下 第一种情况就是 你没有听清问题 或者不知道 这个问题的意思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说 你可以说 sorry 对不起老师 I'm not sure that I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fully 我没能完全明白 这个问题的意思 could you repeat it again 你可以说得详细一些吗 这样问 第二个就是说 大脑空白 但是你知道答案的时候 怎么说 你可以这么说 老师你的问题很好 但是我需要一些时间组织语言 可以给我一分钟吗 这样 老师我觉得你非常懂礼貌 第三种情况 完全不知道怎么样回答 大脑一片空白 你可以这样说 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 谢谢老师的这个问题 To be honest I really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a question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 记得这个问题的答案 But I'm a person 什么人呢 who want to learn and study 想一个学习 一个深造的人 And I will try to find out the I don't know 就是我想学习 一个深造 以便于我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 你明确表示 你自己呢 就是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但是面试过后 你会有一个很好的答案 给老师 这三点就是 正代表你很真诚 同时呢 你也很有礼貌 即使你可能 不是特别优秀 老师对你的这个感情 我觉得 这个印象分也会很好 简历里面 尽量不要写 你是二战生 或者网战生 在考验富士的话 老师呢 一般就看以下几个内容 第一个本科学校 第二本科成立 第三 你获得什么时候科研经历 第四个就是你的毕业论文 谈到第四个了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在富士的时候 老师一般愿意来 一战生 二战生 哪些踩坑的问题 第一点 大忌 就是千万不要 在简历里写你是 二战或者网戒生 老师接受 只有你也不要写 这个无关紧要 因为看的就是那些 你只要回答他需要的问题 就行了 第二点 就是说 一定要回头看看毕设 尤其是 网戒生 二战生 以上的 你毕设肯定都忘了 你当年做了什么 你都忘了吧 就跟你考高速一样 下来考上你什么都忘了 是不是 一定就要回头看看你的毕设 因为什么 老师可能会 你是网戒生 他可能会考你的毕设 因为这个是你研究的方向 你考大概率 可能也和你研究的方向相近 所以网戒生 一定要看一看 从来这个方面 第一个看你的摘要 第二个就是说 你对你研究这个东西 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新的看法 跳出你本来这个看法的一种看法 第三个就是说 他的这个实用性 你研究这个东西的实用性在于哪 对于你要考研究生专业 有什么影响 这个是很重要的 第三个大点 就是千万不要贬损自己的本科 就是说 不要说 我本科太不好了 我考的就是镀金 这样不可以 老师会觉得你很忘本 知道吧 因为他就觉得你这个人 也不适合学习 可能也不会好好学习 他就是像摆脱他以前的这个身份 换一种新的身份 虽然说这是事实 但是我们不要那样去说出来 懂吧 以上三个都是大忌 那么他常问的一战 是常问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你对你未来 即将完成这个闭设 有没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新的想法 你最好是提出来 和那个导师研究方向一致的方法 甚至要摆脱年龄限制 什么年龄限制 比如说60年50年的导师 他可能更层次在那种历史层面 是不是 你超过历史 带着历史提一个问题 就是从历史文化角度来提问题 比如说 马主义 马主义这个传承 对于当今社会 以及国际形势的影响 这个看似很大 但是你的切入点一定要小一点 这样老师最爱喜欢的 如果要是说 第二个方面就是 从一些什么 新的角度 很新的 没人提过的 你可以上知网 或者上百度 搜一搜 别人对这个 你写这个题目的一些什么 一些论证 超乎他们的论证 把他们加在一起 你反向说 对了 比如说他们对他论证 你就写不论证怎么样 是不是 如果不论证 你会怎么样 这个伯论 其实有时候对老师也说 也是一个很心急的 这个说法 第二问题就是说 对二战生一般 愿意问什么 二战生一想 你毕业已经那么久了 是不是 甚至多战 他愿意问什么 问你为什么考本校 一旦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你千万比方说 一旦我们学习 怎能地 你可以说 一旦我没有准备充分 老师 就是说 对这个东西 还是不够深入 所以说 我才想二战 三龄决心二战 然后呢 好好学学咱们这个东西 如果你 就是一旦考了别的学校 你可以说 但是不要说的太多 但是尽量啊 就还是说 这个本学校这个东西 就你二战考哪个学校 老师要问你 一旦怎么样 你还是说一旦考咱们学校 这样的话 就是说 他有一种执念 老师说 这个孩子啊 真好 他二战也会 想咱们这个学校 这是一种执念 他对你这个心理的 一个期待 对吧 也会提高 所以说 这是一个 方法 千万不要说 过多都强调自己 曾经的失败 这个是打击 反焦虑第一人啊 现在 北方真的实在是太冷了 所以说 我就 回到了自己的这个被我 今天 主要想给大家来 反一下 复制的焦虑 你说你没有什么 可焦虑的 那些成绩不好的 人家都不焦虑呢 像你们有些成绩好的 在这焦虑 再说了 就成绩不好 没准都能破格录取呢 是不是 就是总会有一个办法 最后这个事情发展的绝对不是你们想的这样 你们相信我 还有好多人就觉得四六级没过 就考不上了 你记住 你能记录副试 证明老师对你们 你对话有点数的 知道吧 就是对 能学到副试这个阶段了 就是据统计啊 能考上大学的人 也有15% 能考上 98521的 有0.0几 能考上研究生的 你已经是那0.0几了 这么多人里边 你真的是很强了 所以你要相信你自己 对吧 再说了 这研究生这个事呢 只是人生的一个很小的阶段 相比要整个一个庞大的人生 真的 他算是一个太小的事了 再就是说 老师呢 也不会很为难你们的 做到考场上的老师 都希望你们上 如果要是说 在副试试没有绝对的意外的话 我相信 就是你们都能上 除非怎么样 除非那种就是 有重大疾病 突然之间发作了 那样的话 就是可能这个分一点没有 这个就会影响 剩下的 除非你只要是不把厂子砸了 不做一些作弊的举动 就不会差 他也就是说 一般复试的时候呢 有些学校是带着简历的 有些带简历 进去还是作弊 所以你千万一定要问清楚 问清楚这个厂务 一般会有这个学长学姐来 给你们说的 或者在外面组织进场的人会说的 因为今年我们大概约下了 疫情都已经过去了 是不是 所以说你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一点 还有学姐想说什么呢 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英语的自我介绍做好 这个真的太重要了 因为一篇很好的自我介绍 真的是你这个打开复试的销本砖 真的是这样 老师听完你的这个自我介绍之后 他的心思会在这个地方沉浸一段时间的 所以说哎 一定要把这个自我介绍做好 虽然说这个阶段 学专业课真的是比较枯燥 但是我相信你们啊 就是咱们把出事的这个劲头 拿给复试 最后一嘚瑟了 你们嘚瑟好吧 是吧 嘚瑟好了 以后万事不愁 每个每年每个月 拿点补助 拿点钱 不用让你年迈的父母 那么的操劳 是不是 考上之后呢 还可以享受院校的那个好吃的 图书馆 健身房 游泳馆 最最好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 最好的可能吃这方面的话 就是就是咖啡厅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的 喝咖啡的 再就是说图书馆 图书馆真的有很多很多书 你哪怕去图书馆书墙去拍照 对不对 都比你自己在你自己家里 搭摆墙拍照好看 拿录取通知书 删封 那个时候你想一想 是多么的惬意 我们来说说考研的七大半教师 第一点 就是焦虑 考研的时间太容易焦虑了 焦虑的让我们睡不着觉 但是你想 你与其浪费时间 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不如多做几篇阅读 把你愿意焦虑的源头 想到之后 这些东西都不足以构成 让你考研的阻力 所以说通通扔掉 像丢垃圾一样 有这个动作 屏蔽里丢掉 坚定考研的决心 给自己画成长数 多运动 少看社交媒体 自然就考上岩了 第二个就是浮躁 你容易呢 学着前面 看着后边的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个的话 一定要什么 给自己定合理的计划 减少不必要的娱乐时间 不要让自己的心一直浮着 沉到底 把每天该做的 按部就办做完 把你想学的 按事页这样 一个一个裸好 裸好之后 学一样拿一样 这个也是摆脱浮躁的一个办法 这样 第三点 就是拖延 今日是今日币 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求 我们多学的前面 要反复复盘 周末 我们基本上复盘 中间周三 也应该有一个复盘 这样 因为你要一直拖延下去 你东西会越来越多 最后不是时间压垮了你 而是你的 你没学会的知识 压垮了你 这个是很重要的 慢事开头难 结局很圆满 记住 第四点就是 养高受低 这个太虚荣 基本就是二战神 愿意有这个 觉得自己一战友一定基础了 二战之后 我就什么都不用看了 先不用看了 记住 无论你决定开始考验 那一刻开始 就当做自己第一次考验 这样进行就可以了 尤其是数学英语底字号的同学 千万不要养高受低 忽略自己的基础性学习 第五个就是过度的压力 过度压力产生的源头在于哪 第一个是外界 家长老师跟你们一直说 第二个就是说 你们一直注重那个结果 太注重结果了 你忽略了这个过程 如果你过程中持续努力 结果自然不会差 所以说 记住一定要在乎过程 哎 第六点就是说 学不进去 学不进去怎么办 那么你就去运动一下 你对比两个情形啊 第一个情形呢 就是说 是你现在让你去工作 你能工作吗 你能工作好吗 第二个就是让你安心的 备考考研 你是一个多幸福的人呢 能在这考上考研 知道吧 认真学习 你只有这个考研的时间 是你最纯粹的 做你自己的时间 因为你只需要想学习的一件事 知道吧 第七个就是孤独 每个人都要忍受孤独 考研呢 其实是一个人的战斗 你最终只要战胜自己 其实就可以了 也就是一年 你想你孤独一年 你会换来 你未来很多 好的这个日子 是不是 你上岸了 就可以摆脱孤独了 当然 你考研中也不是零社交呀 对吧 也不是说 你考研这个过程 只需要你自己在这一直学 学到死 学到没 不是的 你也可以跟关于好的朋友 适当聚一聚 那么这个时间 一定要在九月之前 我建议 跟好朋友可以聚一聚 九月之后 尽量还是跟自己 打这种持久战 拉锯战 这样 第八条 我加一小就是假努力 如果你要是假努力的话 那我建议你就不要考研了 考研是真努力的 如果你要特别想要 其实你就一定能上岸 上不了岸 或者做不好 其实还是你不想要 哪怕明天 对吧 天塌下来 假设说明天就是时间末日 天塌下来了 你今天 你今天你得多么努力去过呀 那么你何必不把每一天都当做今天这样去过呢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 没有什么难受的 珍惜你当下 珍惜当下 做好当下 就是你对考研做的最好的一件事了 你把当下做好了 持续努力 而不是在意结果 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 想加入学业读学 随时欢迎你来 这些事都做好之后 你何愁 不是一个研究生的 我们要以一个研究生的标准的要求自己 而不是让自己过度内耗 把自己圈层放低了 眼界放低了 这样的话 你也就别考研了 哈喽大家好 今天直接上看话 我教你们怎么样能第一分调剂上 这也是我从一个 我的一个精神学长 身边身边 总结的这个经验 他就是第一分 330个分 调剂到了一个南方的这个大学 非常非常不错 这样总结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要明确 什么能 什么叫调剂 就是最终你录取 对吧 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一志愿录取 第二调剂录取 加一起 才是最终形成那个 你录取的名单 所以说大部分学校 是会给你这个最终你录取名单 和一志愿名单的 调剂可能不给 也可能给 那么如果我给了总录取和第一志愿 那么这个差一减 对吧 总录取减去一志愿 就是调剂 你就都知道 这些人就是调剂的啊 比如说前20名是一志愿 那后几名肯定是调剂 你减 结合这个名单 你就能看出来 然后呢 从下往上看得分 不要只看最后一名 因为它有可能是途径进去的 对吧 你要明白 这回你就能知道 你考这个学校 想调剂这话 大概需要多少分 这是一个办法 再就是说 如果你命好的话 想有一些院校的 那个调剂的那个名单啊 就是没撤下去 给你对考生编号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考生编号前五位 如果是一样的话 记住 基本就是一志愿 因为什么调剂的话 前五位是不一样的 你把一样都排除 剩下就是调剂 把调剂这些人 拢在一起 从最低分往上看 这样就可以 这个是一个办法 第三个话 就是说 你可以去一些 某些小裙子里面 对不对 发一个 这个东西 直接问学长直接 他恨不得全告诉你 当然你肯定也会 签这个对吧 有一个保密的 问 问什么 问最高分和最低分是多少 不要问那么过于直白 或者问平均分 有脑子的话 几乎都能算明白 对吧 比如说 十和一 平均分之间 可能就是五 是不是这种 基本问一下 大概你也就明白了 最后一个方法 就是比较困难 你可以去延长网 然后点这个专业库 对吧 进去之后 有很多院校 然后你分别点开 分别去进入 他们的观望 再查看 当然不是所有院校 都会给你出具 这个名单的 甚至有的 你入去名单也都没有 这个就看你们这个运气了 最好的办法 就是什么呢 就是 我说那个 用最终录取 简直医治院 剩下就是这个调剂的 如果他说有这个名单 你不知道哪些是调剂的话 这个还是很有用的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大家有什么 其他好的方法 你可以在评论区 跟学姐分享 我真的希望 你们就是无论是 医治院的还是调剂 都可以成功上案 不要再去看什么 盲目的间贴了 学姐给你们十个考研 一定要遵循的意见 其中第四条 真的很重要 一定要好好听 第一个就是 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作息 你作息固定了 你每天学的内容 才能按部就班进行 否则今天多了 明天少了 没有足够的这个定力 以及作息去完成 你想完成的 第二个 一定要拒绝信息差 多渠道去找资料 这是一场信息战 你掌握的东西多 全 你就赢了 第三点 就是说 千万不要三千二义 考工啊 考研啊 考证啊 多方面全面开花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你不要这样 第四点 很重要 不要盲目的相信 网上天花乱坠的这件题 这个的话 我都学姐妹是最有翻译权的 他们很多人都是找资料 找天花乱坠 收了一堆资料 不知道怎么用 报学也得都学 给你们合理的规范 因为我已经把全网的信息 就是基本都看完了 课也都听了 会总结出80% 适合绝大多数的人 而且对你是一对一的 针对你进行做这个计划 第五点 就是说 千万不要只是输入 没有输出 什么意思 不要单纯的听课 做题 背单词 而没有去反思 复盘你自己的问题 这个很关键 第六点 就是说 单词课 我觉得不用听 直接背就行 因为单词的话 老师也只是跟你讲一些拓展 这种像红宝书 这类全面的书里面 就都会用了 这样 第七点 就是说 千万不是自我感动 不是你坐在桌子上 前面十个小时 坐了十个小时 你真的就有十个小时的效率 学了十个小时的东西 第八点 就是说 一定要拒绝 一定要真的学习 每天一定要自我复盘 为什么我让我 都学的前面 有一个打分的政策 就是说 进行自我检测 讲诚制度 千万不要假努力 什么都没有学 第九点 就是说 你想清楚之后 再考研 千万不要盲目跟风 大家都考 你就考 一定要适合你自己 这样才是最好的 最后一点 第十点 就是说 一定要做好 错题的分类和总结 错题分类做好了 你才能更好的 查学补漏 以便于制定 接下来的计划 这十条 你好好误一下 如果你都做到了 我觉得 在考研这个路上 你的成功率 会很高的 最近有这样一种说法 就是说 几月份就学几个小时 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 今天我就给你算一算 首先我们先说 考数学这一部分人 你学数学每天 就要保底三个小时 你做题 然后背公式 再加上你消化这些题 超这些题 找你黑皮本 不能夹起来 早中分开 学这个 你起码要三个小时 是不是 对吧 你也三个小时 再说英语 你英语 你学习 英语可能没有太多时间 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技术 那么你起码在复词这块 你就得一个多小时 前两天呢 有爱好人问我 我们在什么情况下 才能测身 至少有一百个单词 是你心背的 那么你心背 再加上复习 这一句一个小时 虽然说你可以早中晚 把这时间打算开 但是时间还在那摆着呢 然后阅读呢 五月份开始进行 听方法论和阅读了 可能一个方法论的视频 就要一个小时 是不是 再加上你这个去 消化吸收 英语至少也要三个小时 这个加上学语法 对吧 爱三个小时 这就已经是六个小时了 这样 如果小时 数学证重的话 那么英语 最多每天 也就只能给两个小时 那就是五个小时 再加上你专业课呢 你现在刚开始专业课 一轮笔记 对吧 你要开始整理 写笔记 根据真集提醒整理 然后整理具体笔记 专业课 你一定要早中晚 这样都学 起码要两个小时时间 不能给专业课一个小时 这就已经是几个小时了 这就是八个小时了 所以说你现在 如果有数学的每天 不是在职的 全职的尽量给自己 大概七个小时的世界学习 尽量是这样 如果是在职的话 那我就请不天 空闲时间去背这个单词 特有的 把单词导在这个 电子设备里面发动 大家如果想要发好 这个背后的 一场上课 一定要注意三点 第一点 起码要用 特别重要 那我们在说列入情况 就是 不考数学的这些 不考数学的话 你可以在英语的证课 还有这个证证上 多花点时间 是不是 用英语的话 我们可以用三个小时来学 或者四个小时都可以 这样 今天阅读一个小时 语法 八个小时 然后单词 一小时 或者两个小时 第三种图圈球 或者阅读两个小时 多一点 然后呢 那就是 再就拽一课 拽一课三个小时 加起来 也有了七个小时 是不是 四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七个小时 因为我们不好数学 这样就可以 所以说 你怎么算 都没有五个小时 再咱们话说回来 如果你真学了五个小时了 就是按照这么学了 我觉得你大部分时间 可能还敢进度 就是你没有真的 把这个知识学会 就是说 为了学完这个世界而学 这样就很坏 其实没有那么坏 知道吧 学这个世界 今天跟大家说一说 我们纸板前手 在实在当中 经常用到的一个步伐 就是 我不是在贩卖焦虑啊 咱们实时求是产 来阐述这个事实 我希望你们都上岸 真的 所以说我们要 尽量是什么呢 在短时间内 学出效率 提高学习自己的 学这个知识的能力 你能力有了 你学什么知识 都能学会 知道吧 而不是说 单纯的 单纯追求知识的量 我现在把这个进度改完 明天把这个进度改完 我总跟我们多学姐妹说 一定要注重效率 你效率有了 自律性高了 你学什么都可以 这个是一个双向互补的过程 当然 你也不能一直去灌输自己 听老师的课 不能一直输入 也要一直输出 你记住 适当的复盘粉丝 非常有助于你接下来的学习 而不是一直听 一直听你没有记住 你只是一个听课的工具 你只是把老师的 老师的话 折射到你的心里而已 当然你还没记住 再就是说你要自律起来 千万不要假努力学习 现在如果要假努力的话 你到最后 其实你的下场真的会很惨 知道吧 给别人营造出一种 认真学习的样子 其实学不学习 学多少 是否学习 学得好不好 只有你自己知道 所以说 每个人都不要欺骗自己 这样 然后呢 如果要是小伙伴们 想加入学业的都学 我随时欢迎你 加入咱们的都学 然后咱们一起学习 最后呢 想说一句 千万不要做嘴上的巨人 和动手打矮子 Hello姐妹们 你们过年收到多少压岁钱呢 曲姐过年真的是收到了 一些压岁钱 但是不多 因为我已经长大了 所以和亲戚们说 就不用送我压岁钱了 给打弹幕上 分享一下你们的压岁钱经历 好 这回呢 咱们主要来说一下 二月份的一个计划 大体上呢 是延续上个视频 一月的这个计划 除此之外 我要强调几点 首先第一点 就是一定要关注 院校的复试信息 切记不要 在成绩出来之前 联系导师 这样你很可能成为小丑 因为有些成绩 我们是说了不算的 这个变数会很大 第二点就是说 持续一月计划的同时 必须要开始学的有哪些 第一个就是单词 重点单词优先 之前我整理出来了 同一题换 熟词批译 一词多译 态度词 这些都是做阅读 做真题 需要用到的 你做题 背着他们 你做题会很舒服 一定要记住 同时呢 你背单词的时候呢 可以用一些 像这样的本子 比如说像 爱迪浩斯这样的 四折 词 意思和背的这个程度 是不是 因为你们记住 最终考试卷子上的 全是英文 对吧 你们千万不要看着中文 写英文 那是以前 是初高中 现在一定要看着英文 就是想和中文意思 匹配我们卷子上的 是吧 英语汉 是这样的 然后第二点 就是说语法 一定要开始学了 基础好的呢 我比较推荐 像小燕老师的 他可能适合程度 比较高一些 技巧性强 程度中级 以及中级往下呢 普适的 推荐这个田径老师 他呢 适合我们大多数人 学这个语法 每一章节 每一部分 包括尤其是 就是他那个 课后练习 课后练习 一定要做 这样 从剧以前 尽量斗案成 像什么名词啊 借词啊 独立微语啊 这个独立楚歌呀 等等这些 从剧之前的 基本在二月份 咱们都要快速看完了 因为三月份开始 陆续我们就 加大阅读量了 现在呢 每一周 你可以做一两片阅读 这样就可以 如果就是练练手 因为你单词和短语 这个都在积累 是不是 积累不怕 然后呢 咱们都学 马上要开始报名了 不用着急 想加我们 可以联系学籍 这样 然后呢 再就说买书 买书的话 一定要跟你自己 上次学业也能推荐了 哪些同学适合 用哪些数 程度好 程度中上 程度不好的这个 数学学 数学的小伙伴呢 如果你要是觉得 你想的目标是 130往上 那我建议就是 一件章语 咱们语和 今天跟大家说一说 就是我了解了 这样很多人 他们都喜欢章语 就是 这个技术 在实在当中 孤老师说 这个你基础 可以很好 是汤老师啦 吴老师啦 这个都看 由先从大后倍开始 对不对 在座看了什么 一千体 一千八百题 六百题 这样去做 这个政治的话 不止 今天我出连环课 我们可以听听 我和和你老师 什么区别 这样也会出 连环的这个课 然后呢 专业课一定要记住 必须在这个月内 确定的任效 因为很多人 已经开始 专业课笔记的 笔文梳理 七月份尽量 完成笔文梳理 教材 全看一遍 根据一个真题的提醒 名字解释 简达文数 是不是 根据这些提醒 把照台进行 梳理过一遍 只在丢哪些 然后第二点 强化 开始以高析提提助 搭配你 做的比例 做倒图 从细致到 到这个整体 就把输足保 那我们可以 然后是这样 然后呢 咱们这个二月计划 还是要老地方扣达回复 二月 那还会 要记住啊 同时就是说 你平时呢 去学习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一些 这个小指 对吧 不是作用高 真的可以 这些小指 然后呢 可以用一些小卡片 上台会往海顶 打乱对方一个 发球抢了一个习惯 然后呢 就给自己坚持 明天早上 叮到钟 咬牙开始起来 坚持绝习 这个 真的你 当你 就是咱们不说 坚持很长时间 七天 真的会有一个 就是你到这个时间 我就要学习了 什么事情再没做完 我也不要做了 千万不要无恋 一定要学会断舍离 这样的话 就是说你自己 这个自律性 一旦养成习惯之后 这个自律养成习惯之后呢 到这个时间 你不做这些事情 其实你都会觉得很难受 真的是这样 像我就是 平时学习的时候 以前 我愿意耍单片 什么耍单片 一张两张三张 现在写完之后 把他们都冰在一起 然后嘛 平时我愿意写字很紧 现在我不紧了 拿了个小便利贴 往下面一切 就是弄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一颗是一颗 无实的 一定要做计划 现在很多人 不会做计划 那他加入学姐都学 我帮你说 是不是会说 我非常良心的 帮大家整理这个东西 好了 这个就是咱们 二月份的这个计划 然后有这种 今天跟大家私信 随时的我都可以啊 每个人的私信 我都会回来 哈喽 同学们 今天咱们来分享一下 可言复试的简历啊 学姐编分享 给你批阅几个简历 平时区 抽五小伙伴 帮你们优化简历要免费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一份非常优秀的简历呢 一定要包含以下八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基本信息 进入基本信息 要反送学人 确保你是正确的 标准老师 所以我不认识你 是不是 哎 游行呢 最好手163有想 表情是不有想的 比较低 对不对 如果你的政治面貌 是当人 那么建议 最好写上大员 这个其实 从某种程度 可以加分 然后照片 一定要证减账 如果你是白地 就不要传牌衣服 既然穿深色衣服 你这样如果是蓝地的话 你可以穿起黑点的 或者是合蓝色 不是很靠近脸色 这样就可以 好 第二个就是报告信息 记住考研的成绩 报告信息 一定要写在 单独一个模块里面 记住 因为这样很醒悟 就是比如 他这个成绩 是不是 学校专业和出事成绩 分别列出来 总分段分 这个考的真的很高 对不对 第三个就是教育背景 教育背景 写的是你本科院校 记住 一定要用全程 你不要减成 这会儿的话 比如他中南财经 是GPA一定要写上 记点和你的排名 都突出你的优秀 对吧 还百分数表示 你不算 然后呢 上面就是你的 一些核心色情 你主要上哪些色情 他这个快递 然后呢 你再效果 很好的写上 容易行到的写 如果要是加的话 你也可以给他 加一个什么呢 给他加一个论文 他这个论文 因为他加一个 在论文写 把论文写在里面 好 大家看 下一个呢 就是在校经历 什么呢 主要是 看你担任什么职务 在学校进行哪些实践 要点就是职务名 加上时间和任务描述 他比如说 辅导员助理 哎 做了什么工作 是不是 一定要和你这个 对吧 你这个专业 尽量匹配一些 一定要分点 对吧 可以参考到 斯大尔法则 这个 然后第五个 就是实习经历 如果你要是有实习经历 尽量写出来 如果没有 没有 就编一编 找找你相同专业的 人家是怎么写的 比如他 你看他在贸易 科技有限公司 是不是 哎 这个写 实习的技术 一定要数据化 体系化 不要就是说 不相关的你要写上 可以三个部分 叫科创 社会实践和创业 这三个部分 分别写上就可以 比如他负责 费用 核算工作 和他这个会计专业 非常对口 是不是 第六个就是说 你的荣誉啊 你在负责哪些证书啊 是不是 一定要写专业证书 他是会计师 肯定有CPA 对不对 哎 注册会计师这个证书 含定量高的 一定要先写出来 然后就是其他一些 比如大学英语四六级 如果有雅思 写雅思 计算机水平 这个是吧 还有其他技能等等 如果是小白的话 怎么写 咱们往下看啊 好 第七个就是说 自我评价 你既然当会计师吧 你就需要什么精细一点啊 认真一点啊 责任心强 智能人员 哎 这些和你这个专业 一定要匹配上 对吧 自我总结就相为总结 哎 这种体现专业课 专业形式专业能力 最后一个最好 是把读研计划写出来 读研计划怎么写 咱们往下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周迪同学的这个简历啊 首先挑出毛病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衣服颜色白色 和后面的颜色撞色了 但是它是正点照 可以加分 颜色应该换一个颜色 或者换一个底儿 对吧 然后报告信息呢 哎 基本都有 最好是加一个学历 是本科学历 是不是这个可以加上 啊 考研信息都都全了 第二个就是说 它的这个教育背景啊 写的也都不错 尤其是奖学金写上了 这个设计认为是亮点 如果你有 一定要写上啊 然后基本信息呢 都很全 呃 少两个问题 就是建议啊 把这个政治面貌 和民族都写上 全一些 对不对 哎 实习经历的校园经历 一定要匹配专业啊 匹配专业 尤其是三无人员 这个对吧 然后它下面是这个 获得的荣誉 这个它是什么 优秀毕业生 这个也可以写上 那更多的 更值钱的是这个 技能证书 很值钱 对不对 很值钱 这个 然后它有这个 读研计划很不错 你们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它说 深度学习 争取 发表这个什么 论文 毕业设计 做优学研究生 它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标准的范文 一定要深度学习 老师都喜欢 有学习能力的人 你们记住 哎 深度学习 发表论文 这是有自己的科研项目 第二点 第三点什么呢 就是认真 完成导师的任务 老师认为 你是一个肯干的人 以及成为优秀研究生 最后就是一个 从自我到学习 非常客观 这个是非常标准的 一个读研计划 好 我们下来看 下面这个 这件照都没问题 这个就很好的 是吧 然后就为背景 这块少什么呢 课程荣誉都有 少了一个什么 论文和纪点 是不是 这两个最好加上 你的本科论文是什么 你的成绩是什么 怎么样的 这个也是一个特点 实习经历这一块呢 最好加一个在校经历 因为他这个 有的都是写的是什么 社会经历 是不是 专业证书非常好 这几个方面 专业技能 专业证书 其他技能 其他证书都写上 你的专业和你大学一些 其他证书都写上 最后呢 做评价也不错 而这人负责责任心强 这个就很套话 是不是 最好加上读研计划 刚才那个模板 好 咱们下来看 下面这个 我还认为非常好的 它基本都会写很全了 较于背景 考研成绩 下面是什么 写一些出色的事情 学习能力 就是本个学习一条体现 自己的学习能力 对吧 然后学生工作 项目实践 这三个方面 学姐也说了 最后是获奖情况 其他信息 他这个就是表示的是 比较全面的一下了 然后再往下看 下一个这个个人简历 也不错 基本这个名字 包括信息也都有 然后他这个简历是什么 就是不认真 是不是不认真 这是什么 这是教育经历啊 怎么能写成实习经历呢 是不是写错了 不认真 下一个呢 校内实践是什么 你看他这武汉理工大学 虽然说是理工大学 但是他他家有一些东西 可能更多的写的是 社会经验 对吧 社会实践 而且他这里面 没有社会实践 你要加上这个 但是他这个技能证书 一看他就是这种小白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他这个技能证书 里面写的 完全是小白可以写的 普通话四六级 计算机二级 office 是吧 这个实在没有写的了 这么写就行 计算机英语和说话 这三个方面 最后我自我评价 有点浅 稍微有一点浅浅的 但是可以再多一些 体现你中业课的一些能力 好 我们再往下看 看这个 他这个就很简单了 这个 这个什么都没有 是不是 这个基本信息不足 这样 然后往下看 自我评价 自我评价可以 是吧 他有这个很好的业务水平 这是个医学生 教育背景 写的很简单 只是一个学校 最好加上成绩 然后这个成绩 记点 对吧 工作经历 因为他医学生 可能不参加那么多活动 比较忙 直接就是工作经历 也有 这个我同意 然后论文 这个很神 神奇的论文 什么DA 学姐也不懂 对吧 写论文 在这看起来很高大上 最后就在校经历 他写在这了 在校经历 最好是和工作经历 放在一起的 然后把论文 放在教育背景这一块 这样 看这个在校经历 是学生会 居然协会的会长 还有责任心 是不是最后 是这个考验成绩 我建议这个 放在前面 先图出去了 好 咱们往下看 我们看最后一个这个 最后一个这个就还可以了 是不是 他这个没有基本信息 可能是放写的 一定要加上基本信息 一定要有 然后教育 背景 论文没有 把论文写上 几点都有 是不是课程也有 下面呢 是工作经历 去过一些 有限公司 就是社会经历 然后社团经历 就是学校的经历 是大学怎么样 建议这两个顺序 先写学校 再写工作 再写社会 这两个方面 最后呢 技能证书 还是这几个方面 对不对 三无人员 这么写就可以 最后一个自我评价 专业能力 组织能力 性格品质 他这个写的很好 分条 你的专业 你的组织 你的性格 从三个方面 就是给你 进行评判 好 这个呢 就是咱们这个 基本的 复试简历的这个要求 然后呢 评论区 你们 打字啊 帮学写转发 超五个人 帮你们优化一下 简历 模板呢 还是放在老地方 那个回复复试 就可以获取 咱们这个模板了 本期视频 所以两个大点 第一点 我们要决定一下 就是你录取之后 并不一定表正式录取 同时你录取失败 哪些方面 第二个 就是你录取之后 为了让我们的转程 正式录取 我们应该做什么 首先我们明确啊 你录取是怎么样 就是它只是 单纯的是一个学校 出去的一个名单 哎 你要想到正式录取 就经过一些审查 核查之后 才能正式录取 那么一般 你录取失败的五点 都有哪些 第一个就是提点不合格 第二个就是说 你考验成绩核算有误 第三个是什么 资格审查不通过 第四个就是 你有重大犯罪违纪舞弊 第五个就是 没有毕业证 这五点是你录取 影响你录取的 最终的五点 之前南开大学 和南京市外大学 都明确说了 就是研究生 入学三个月内 对你进行一些 核查审查 考察 如果你要不合格 它依旧是取校学籍的 那么今天我们来说 就是你 你录取之后 我们应该做哪些事 第一件事就是正审 不同学校 对于正审表要求 是不同的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关注 学校官网 这个一般呢 就是你在你那个 报考运校的那个官网下载 这个有的学校 可能会在院系网上公布 有的学校会在这个 你录取通知书会随机 和你录取通知书是 优记的这个 一般分为两种 应该生的 你直接去找本校 找导员 这样盖章就可以 然后网记生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在职 在职的话就是你去 去往这个 单位人事部盖章 第二个就是说 没有在职的 你去档案 所在地的这个 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人才中心盖章 记住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调档 调档啊 那一般是用来什么 调取一些答案的 这个凭证 他对于全职研究生而言 就是学校学生的答案 需要从原来的那个学校 调到新的 这个研究生学校的 而且调档成功的考生 才能顺利读研 记住很重要 一般呢 调档的方式 有以下几种可以看清 就是第一个呢 是复制之后 学校直接发给学生 第二个就是 从你学校官网下载打印 第三个就是 你录取名单出来之后 档案在学校的 你收到调档函 直接交给本科学校 就可以调走 这个交给导员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只需要向这个 你录取学校打电话 确认一下你的答案 确实是不是已经邮寄到了 就OK了 第二个就是网件声 网件声呢 你需要到自己的 这个档案所在地办理 一般档案呢 是当在当地 这个人才交流中心 有可能是在这个教育局 都有可能 有些学校他不接受 这个就是以个人免疫 寄出来的档案 所以答案会被打回 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点 第三点就是这个 一般就是组织转关系 组织关系的这个转换 因为你入学呢 期间要把原来的这个支部 转移到新的支部 对吧 就是硬件声音 你可以询问 校舰负责相关组织支部的老师 也可以在职的考生 就如果你要是不知道 党组织关系在那 你可以问一下 你单位的这个人士 一般的单位 或者人才交流中心 都可以问到 如果你要是党员团员的话 你就直接 这个携带这个团关系 接着接转介绍信 这个东西 直接去就可以了 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 一定要按照招商单位 给出的这个介绍信 抬头和 转入单位名称填歇 这一定要注意 四点就是这个体检的问题 很多人体检不通过 因为往年的这个体检 是在复制基产进行的 就是包括 今年那个 还有去年大多采用网络 所以说 今年网络复制的体检 有所改变 第一个就是说 你需要在学校官网 下载这个体检标 对吧 复制前 或者是复制基础之后 上传这个体检报告 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 就是你上传这个体检报告 体检报告含量 它是在什么 在指定医院 必须要有些级别的医院 三家医院进行的 你根据学校要求 是上传报告呢 还是提要纸质 这个一定要要求 这样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或者是统一 这个你录取之后呢 开学之后统一进行体检 这个具体的话 一定要看官网 这个 然后 演示就是说 一定要询问导师 是否需要提前进入课题组 这个真的太重要了 尤其是对于理工科 在学生来说 你录取之后 你一定要提前 就是进入课题组 学习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哎 这个 之前就有一个要学 这个朋友在北京工作 就阿梅特去了北京工作 这个推免之后 这个也是一个实例 然后呢 有的老师呢 他也会比较在意 就是你有没有提前进入课题组 哎 也反映出你对科研的这个上行程度 他也希望你能帮助他 对吧 这个 哎 第六点就是说 呃 联系导师 对后面读研期间学习 进行一些提前预习和充实 这个我身边的一个考同学的朋友 就真的很有心 他学图目的 他就提前联系的导师 包括把他身边的一些电脑设备什么的 都换了 就是无论是工科 还是理科 还是文科 都好好提前 问一下老师 有没有什么书籍呀 或者什么内容 提前学 哎 让老师也明确 你对这个 你未来的规划 是一个有这个 前瞻性 第七点呢 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持对英语的这个学习 因为读研期间 咱们都知道 就是上 上岸的 都需要读大量这个期刊的 所以说你没有好的英语基础 你读的都也很吃力的 包括你做一些研究的活动 项目 科研 都会涉及到英语的 真的也很吃力 第八个呢 就是你需要放松一下心情 因为啥呢 你既然高考之后 是的 你到人家书入学之前 这段时光真的是很开心的 哎 你在学习这个新知识同时呢 你也要尽量放松自己 可以去毕业旅行啊 可以去摄影啊 可以去搞一个自己的爱好 充分发挥一下自己的这个 自身的这种热量和热力量 第九个就是说 你可以找一定时间的短期兼职和实习 因为这个期间呢 你可以是什么 勤务俭学也好 之后的这个勤务俭学也好呢 或者怎么样也好 就是提前给自己一些经历和经验 或者攒一些钱 对吧 然后呢 我推相比较这个找工作 在生活费什么 我更推荐你们去实习 这样的话 因为也可以给你们这个简历 对吧 增加一些筹码 这个也提前感受一下社会的这个人心险恶 大嘴大嘴多删几个 你们就明白了 对吧 哎 然后第十个就是说 一定要备考一些证书 像学姐就考过这个心理资讯师 和家庭教育指导师这个证 哎 你们一定要考一些 就是尽量和本周间相关的一些 很尽量高的证书 哎 这个呢 因为啥 你录取之前这个时间很充裕的 足够你们考相应对应的时间 点的一些证书 对你们 学习有帮助 比如心理学考心理资讯师 是不是 哎 什么这个英语翻译啊 等等 这些 哎 为你这个将来职业发展的做铺垫 好 以上呢 就是十条你录取之后必须要做的 同时呢 就是希望每个你录取的人都能顺利正式录取 成为主研究生 同时24的小伙伴呢 如果你们想加入录取的话 就也随时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录取 今年我们一起上岸 最后感谢一下梅泡夫同学对我们此次资料和灵感的一些帮助 话不多说啊 直接上看货 今天教你们怎么样的快速匹配到你一个非常适合你的导师 一定要关注以下三点 第一点就是专业 哎 专业怎么样 就一定要选择这个导师和你兴趣的这个专业 你感兴趣 你学的 你最想学的这个专业是匹配的 比如 你想搞科研 那个导师是什么 是上班里 实用的导师 那也不适合你 比如说你想上班 那个导师 学术里的导师 也不适合你 一定要专业匹配 这样的话 日后你们才能相互 哎 呼应 能热爱 懂吧 第二点就是一定要看导师的人品 哎 看人品 比如说这个导师 他是什么呢 他是学术大牛 哎 三类导师 学术大牛 年轻导师和中年导师 学术大牛适合什么 适合那种能力比较好的 五百分考研 你考四百九 一定是学术大牛 老师不用跟你说 你看我的比老师还要强 这种人 适合学术大牛型导师 不用怎么管 自己也能搞好科研 这种非常适合 而且呢 特别聪明 有天分 能力强 后劲大 能持续努力 持续学习 有持续学习的能力的人 适合这种大牛导师 当然 我不排除有一些小白 学术小白 哎 然后呢 跟老师之后变得好了 前提是你要强大的内心 第二点就是年轻导师 不要瞧不起年轻导师 觉得经验少什么的 你可以观察一下 像你初高中那些年轻导师 他们是不是干这很多 还有一个 像计算机类的和 这个英语类的 是不是都是年轻导师 思维快 眼界长 年轻 知道吧 懂得多 世界面广 当然 当然 我不是否定 反正传统老师 因为传统老师 可能年纪 跟年纪有关 他比较传统 对不对 第三类导师 就是中年的 学术类导师 像你们学校那些 教公共课 马源 私修 毛盖 石刚 那些老师 是不是 都是比较传统的 可能是围观 是这样的人 这种适合什么呢 事业心很强的 学生 想去做一些科创 想在科研方面 有一些建树的人 跟他们走 他们属于一种 事业的上升起 记住 这样的导师 可以给你的事业 做科研 带来很大的帮助 这种 这个三类导师 最不要看的是什么 就是最后一点 就是能力 能力是什么 就是简历 千万不要 看着学校官网 简历很好 就觉得 我要选他 不一定适合你 专业 不匹配呢 又不是你想要的 那种导师呢 是不是 你是一个内向形的 你选他个外向形的 有可能 不是很匹配 比如说 中文的汉语言 你更倾向于 学的是汉文学 虽然都是中文交集 但是不一定匹配 千万不要看到简历 就直接就选了 哪个学校 没有几个好简历啊 就你简历上 你能写上 我大学 四年挂了14颗 你能写上吗 不可能 就是说都是说的好的 最后一条 就是告诉你们 怎样去找这些导师 记住三个字 广 撒 网 去微博 话题 比如说什么 北京大学中文 打这个话题 下面一定要去看评论 会有无数学长学姐 你加几个 你多加几个 然后发一个 这个东西 发过去之后 恨不得能跟你聊一天一休 懂吧 再就是说去论坛 贴吧 都看一看 然后呢 就去QQ群 搜你想要的那个学校 那个专业的QQ群 然后进群之后 使劲加人 加他们之后 或者就往群里 发一个这个红包 无数人就来加你 你问的问题 他们都热心的回答 当然 你也要做到 嘴巴一定要严一些 恨不得你们可以 签一个保密协议都可以 绝对不会怎么样 因为什么呢 你单纯的想了解 为了自己人生考虑 他呢 单纯的回答你的问题 可能是你们之间 有些交换 对吧 所以说 明确以下这些点 真的是可以帮助你 选到一个悉意的道士 大肆不可言 天天相过年 今天我就实现你们的愿望 告诉你们 怎么样能考不上研究生 期待吧 第一条就是 一定要打开你的朋友圈 给你的所有朋友 一个一个点赞 点到手抽筋为止 第二条就是 一定要在家里复习 和朋友一起在家里复习 看着弟弟妹妹的家里复习 这样的话 你的氛围 一定会非常好 第三个就是 一定要在自义室 花费超长的时间 要不你多浪费 你花在自义室的钱呢 对不对 第四个 一定要追剧 剧也要追完 有时有中嘛 是不是 你有力气追剧 你就有力气 可以做别的事情啊 对吧 第五个 一定买钱 生产力买后 爱奇艺 把你的平板充分利用起来 多刷剧 多刷剧 再就是说呢 一定要到零考前 再背作文模板 背早了的话 你也记不住 是不是 零考前的背 最好考前一天 把作文全背下来了 然后买一个八百多块钱 的作文模板 详细对写 再就是千万不要加入 学野读学 学野读学 都是坑你的 再就是说 一定要经常怀疑自己 怀疑自己啥也不是 不用对自己有信心 也要是让鞭策自己 对不对 父母不说了吗 脸要苦口 立愈病 中间立着立愈行 多给自己 灌输一些中眼 下一个就是 一定要经常自我感动 你长时间自我感动 也许这事儿 就成真的了呢 再就是说 一定要有攀比的心理 跟同学比进度 跟一个自己是的人 比自己的好看呢 比谁用的文具多呀 差生文具多 那是放屁 是不是 好学生也要买 很多很多文具呀 做花里胡哨的笔记呀 最后我们以时光都不用看 只需要比就可以了 哎 再一个就是说 千万不要听任何老师的课了 听了也没用 自己看书得了 哎 然后呢 再就是说 哎 你们一定要怎么样呢 一定要节食 大量节食 啥也别吃 别吃的话 你会变瘦 变瘦 别人说你好漂亮 你就不用考研了 下一个就是说 一定要天天守在手机前面 哎 等着恢复别人的消息 要不然你万一失去 这个朋友怎么办呢 再就是说一定要有侥幸心理 万一你把这份指点放弃了 他就没考 那你就放弃了 放弃的好 一定要放弃指指点 是不是 最后一个就是说 不能学的时候 一定要硬撑 硬撑的学下去 你避不住 你也要学 晚上一定要加班 加点的学 千万不要午休 午休有什么用 是不是 哎 你可以一直玩 晚上也一直熬夜的学 熬的越晚越好 熬成熊猫眼 哎 把你的卡子兰大眼睛 变成熊猫眼 这样才好呢 然后呢 最后一点也是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一定要最后突击 前面你都不用学了 富士老师问你 究竟想不想读博这个问题 绝对超级才坑 因为老师已经受到太多人的欺骗了 很多人为了博学老师的好感 想读或不想读 他都说想读 老师觉得 哎 这个人真好 那也是他以为 今天呢 咱们就来谈一谈 怎么样和老师周旋 这个考研读不读博的问题啊 老师会问你 同学你是否有读研的规划 你会说 哎 谢谢老师的提问 关于读博这个问题呢 我也就做了一些思考 并没有马上回来老师的问题 而是表明自己是有应思考的 这个 首先你说 首先我认为读博是一件 需要谨慎对待的事情 是一件 不是一件小事 一个人读博或者不读博 他的人生轨迹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 这个读博这件事情 一定要基于自己的人生规划 再选择是否读博 哎 就给老师一个很好的意见 就是告诉你 你读博或者不读博 都是根据自身的选择 自身以后需要 并不是为了取悦谁 哎 选的 第二 说 并且 有些人呢 可能不具备一些读博的 科研的素质 对于这部分来说 那读博就是不合适的 哎 然后 分析下利弊 哪些人不适合读博 这种老师觉得你 很有思考 一步步加深 调动他的心理期待 再往下 因此 对于我来讲 呃 如果我有幸被录取 那么在研究生期间呢 我会多参与课题 基于参与老师 就是 给我们的各种学术活动 努力呢 发表论文 这个是我一直所想的 并且呢 来验证一下 自己这个科研能力 以及到底 适不适合读博 如果我科研的话 就是 做的还都很顺利 觉得不错 并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那么 我是会读博的 我可能会读博的 就是 把读博这种可能性 说出来 第一 你得有钱 对不对 第二 就是说 看我自己 究竟对这个科研 有多大的这个 兴趣爱好 再就是我自己 究竟适不适合 这样 这个给老师 其实也是一种暗示 如果你要的 给我一些优待 或者你给我 多的一些指导 学校提供一些方便 我是会读博的 因为老师 如果你要是 能问你读不读博 证明他对你的 这个期待还是很高的 你本人也不错 然后最后再说 如果读博的话 我希望能在 咱们大学 或者某个大学 或者是 西七高校读博 然后再 或者再说 也可以不说 就是说 如果老师 博士毕业之后呢 我如果能够 顺利进入某某地区的 这个学校 或者任教 怎么样 我将会继续审造 如果你是师范类的 这么说 随着也是 就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 想把你这种期待 表现出来 因为老师有可能 会帮你实现 这个期待 最后就说 我的回答完毕 谢谢老师 就是这几个方面 完全能跟你 读不读博 匹配上 而不至于每次 老师问到 读博这个问题的时候 很多人都踩坑 他们踩坑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 不知道应该怎么样 让老师 喜欢自己 不知道怎么 让老师喜欢自己 所以这也是一个 踩坑的问题 有一些人呢 是这样回答的 你来听一听啊 就是 对于我来说 如果能顺利读完 硕士之后 再读博士 但是再好不过的了 我也希望能够 顺利硕士毕业周 攻读博士 让自己在学术 更上一层楼 听起来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 但是你如果 直接这么说 前面没有像 刚才学姐的任何铺垫 这样就显得很突兀 但是怎么补救 来了 如果你要这么说 之后怎么补救 那就是表达你的期望 就是说 目前对于我来说呢 研究生三年 规划是这样的 研一呢 好好学习 这个哥们课程 弥补专业课的不足 研二呢 收集相关资料 准备做实验 做项目 准备论文 研三大完成论文 并同时准备毕业答辩 如果有实习要求的话呢 会按照老师 这个安倍事件 进行实习 同时在研三的时候 我也会认真征修导师的意见 是否可以选得读博 如果有希望成功读博的话 那么我的博士生涯规划如下 一二三四 往下规划 最后来个总结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一切的计划都建立在 我能够顺利进入贵校 学习的一个基础之上 所以我希望能够 在我复事中好好努力 得到各位老师的认可 也希望老师能够批评指导 这个就是说 如果你要是瞬间表达 你想读博之后 觉得有一点突兀 怎么样补救 按照学姐这个说法就可以 之前我们分享了许多 这个复事踩坑问题 今天我们依旧来分享一个 这个是我一个直系学长 真的踩坑 他没有考上 教授学长是因为比我大 导师问他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你是否在准备 其他学校的复事 他回答了 并且还特别举出了 他怎么准备的 就是以及准备哪些方面 导师看你既然都已经 准备的这么充分了 对其他学校 那么就是我们也不是 你最主要的一项 所以说 这个导师就没有录取的 就因为这件事情 他没有录取 当然我那个学长家 成绩可能也不是特别高 但是我觉得 如果像他这么说的话 你成绩特别高 老师要说我是老师 也不会用你的 对吧 因为你面对的是 这个学校的老师 你把你准备别的学校 那么充分的事情 说的那么全面 就是脑子瓦特了 但是正确的应该怎么说 就是同学 你是否在准备 其他学校的复事 你回答第一点 一定要说没有 有的话也要机制说 第二点就是说 希望通过咱们学校 第三个就是说 没有通过 为我继续努力 说没有通过 咱们可以这么说 说 我没有考虑过其他学校 因为贵校的综合实力很强 尤其是在我这个专业 我也知道有很多 有所有老师和学生 并且也了解过我这个专业的三观导师 也了解过一些科研项目 科研经历 并且呢 认为咱们学校这个学术氛围很浓 也一直是我的梦校 这个很坚定 如果你要是有其他学校复事 你怎么说 老师之前也考虑过其他 其他的学校的复事 但是 我校很好 一定要有转折 就是你考虑过 但并不是说就上别的 对他也没有什么过度的了解 对本校倒是了解很多 开头对吧 表明的观点 如果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希望通过 就是说 如果能有机会参加 这个 贵校的这个复事 并且通过 我觉得真的很幸运 这样 在这段时间里呢 我一直也是全力以赴 准备的复事内容 我是从这个方面准备的 快速说你准备的点 然后希望能够 顺利的通过贵校口试 先发之人 老师还没能说 那你就已经先说完了 然后接下来说 如果要是有性能进入贵校读研学习 我应该会更加努力 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 好好学习 跟配合老师工作 配合老师做项目 一定要认真争取 做丢求毕业生 这种表明你的态度 然后再往下说说 如果要是没有通过的话呢 说明我这个专业能力 综合能力呢 都没有达到标准 我会调整好状态 深刻分析自己的不足 同时呢 复盘在备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针对自己薄弱的环节 争取明年成为贵校研究生 就像是当年 症患传理阿娘荣一样 他虽然被撂牌子刺花 但是他依然很感谢 能给他一次进攻的机会 这个就是说 你一定要表明 你没有通过之后 你也是一个很好态度 如果要是没有通过的话 你没有表达这一块 那就不行 这个问题 他当时就没有说 他是把别的学校说得很细致 导致他就是失败了 所以说这个你们前来一定要注意 这是个大坑 老师问你准不准备其他学校的 如果你要真准备了 你可以说准备 但是我还是最优先考虑咱们学校 其他的我也没有细致看 或者你直接拒绝 我没有准备其他学校 我一直自制中都是这一个学校 这个回答我觉得是更贴切 老师更接受 上一个关于富士读不读博的问题呢 说到大家的广泛好评 今天呢我们来分享另一个 关于富士比较棘手踩坑的问题 就是跨专业考研应该怎么样回答老师的问题 老师可能会问你 同学请问你为什么跨这个专业考研 老师想问这句话的目的其实是什么 就想看看你究竟对这个专业的认知度有多高 你专不专业 是不是内心真的去喜欢他 而你需要怎么样回答老师 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 表明你对这个专业的专业程度 就是喜爱程度兴趣 第二个一定要分析一下你本专业这个专业的结合点 以及你自己对这个专业的认知 第三个就是一定要说一下你自己的这个读研规划 表明一下自己的决心 从这三个方面来说 哎我们先来说一下 第一点就是说 呃先说你对他的兴趣对吧 和专业程度 呃老师好 其实呢我是从刚进大学本科最想选择咱们这个专业某某专业 但是高考实质交臂 大学呢也没有转专业成功 所以说我觉得研究生呢是给了我第二次机会 我也想好好的抓住这次机会 学自己最终感兴趣的这个专业 先把老师的这个定期玩给他吃上 这个是一种说法 在开头你也可以这么说 你说老师 呃老师好 我呢是非常喜欢这个专业 大学期间呢也自学了和这个专业相关的知识 当然也顺利通过了咱们这个研究生初识 和其他同学一样 一起站在这里参加复试 说明我在这个专业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哎这两个说法都可以都可以作为你开头的一个表明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说什么 你的专业和这个专业的结合点 以及你的这个专业程度 你可以这么说 说呃 而且呢就是相对于自他同学来说 我还有本专业的这个这个基础 亮点啊基础 比如考证啊等等都可以说 这也更有助于我更好的理解本专业什么什么方面的内容 哎就是你把这个专业一条细致的说 说比如说本专业和所考专业交叉的部分 哎因为专业之间不能相互独立 都是相互相成的 总会有交叉点 找到交叉点 那就正更好的把两个专业结合在一起 哎我的研究方向可以更广泛 哎这个老师会很满意的 认为你这样说 同时间可以这样说 你说虽然我是跨考 在专业上可能相对于本专业的同学比较匮乏 但是呢我本科通过本科学习 我掌握了这个这个能力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亮点 因为什么知识是相通的 讲一下呢 这会就讲一下你自己对两个专业的联系的理解 对吧 然后你再说通过自己的这个考研备考 也认识到了学习呢 学习知识都是相通的 都是贯穿的 所以我认为这些能力也是我的一项特点 抓住老师的心 告诉你 我能学这个知识 我也能学你这个专业的知识 然后呢表决心 就是在其后的学习中呢 我准备 研一的时候怎么样 研二的时候 咱研三怎么样 从几个方面分别论述 每个阶段你应该怎么学 这个 然后呢说 我相信可以 我会付出很多努力去弥补我的专业知识 然后呢 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你分析一下本专业的这个利和弊 就是比如说咱们以心理学为例 分析一下它的利弊 首先比如说 老师对于这个心理学来说呢 我觉得心理学专业 对于心理学来说 认同感是非常强的 就是我们之所以勇气 才能决心 跨专业 学心理学 是因为我们对心理咨询 以及自身的匹配度 以及这个行业发展 有更高的自我认同感 也正是因为这份认同感 促使我的研究生的领域 选择学心理学 也会给大家提高我的这个学习主动性 和动力 这样 第二就是说 我是跨考生 一些复杂的背景 也能更好对吧 更好的帮助我在 今后的工作中 更好投身于今后的工作 这个就是实际 这是优势 然后呢 你也谦虚一点 说一下劣势 就是说 我知道老师心理学的专业素养的 实证研究的思维 我仍然现在不足 作为跨考呢 我也正在弥补这些 这些问题 我在复事之前 也报了一些 关于心理学的课程啊 等等 学习了一些文献检索 研究 数据分析等等格式 我知道这方面 我很欠缺 所以说我在未来也做好了 比较充分的规划去弥补 一一二一三 这个就是 分别讲优势劣势 再说具体的规划 这种方法也是行的 最后 无论怎么说 最后都要有一个总结 就是老师 我以后 一定会 就是好好的把这个 知识学的 但是千万切记 不要怎么说 你们记住啊 千万切记 不要这么说 千万不要这么说 老师 我怕专业 我也有原专业的 学习基础 我想吃什么 更广泛 并且呢 我觉得我是因为 跨专业 我才跟我动力学习 原专业 我根本就不喜欢 但是靠自己学习的 没有专业的老师 引领入门呢 专业技术太匮乏 基本功不扎实 所以我要跨专业 这种就是 你的目的性太明确了 面试点家 小九九 老师其实都知道了 你不能把话 说得这么直接 知道吧 就像学姐刚才说了 先怎么样 表明一下 自己为什么要跨专业 第二就是说 一定要说一下 你本专业 和这个跨专业 甚至你学的 是一相通之处 最后呢 说你的读研规划 表明自己 一定好好学习的决心 这三点加在一起 才是一个完整 跨专业的一个回答 因为老师们 其实不想为难你 就是想听一下 你究竟对你想 跨这个专业 有没有一个 很大的专业度 才决定 他想前面提拔你 哎这个 其实你富士 真的说好了 对于你今后的这个 老师对你的这个培养 真的有好处 因为有时候 一面之远 第一印象 真的是很重要的 富士 四十一个人 成绩全部作废 记住一点 你从富士考场走出来 你关于富士的所有内容 不要告诉任何人 也不要给任何人 发任何信息 关于你富士的事 这属于什么 泄题 去年 就是人大 有四十一个同学 富士之后 成绩全部作废 为什么 因为他们 就把他们的内容 放在那些 亏求群里 也不知道是哪个 问大宅的 就把这个事 和老师说了 因为当时 他们属于什么 属于你录取 你录取 就是没录取的 没有正式录取 因为你录取 是有七天公示期的 如果这七天里 你要出来什么问题 可能就没有你了 不是说你 你录取 你就被录取了 明白吧 然后他发完这个东西 之后发到那个群里 就有一些 问大宅的 这些许迪个学妹 把这个东西 发给了一个老师 发给那个 加上那个老师微信 老师我给你 反映一个 什么事情 然后这个老师 发现真的是这样 因为你录取 之前是有变动的 不要觉得你录取 就万事大吉了 结果这个老师 就把他这个情况 放映到上面 四十一个人的成绩 全部作废 无一例外 这个 所以说 你们一定要怎么呢 就是说 在富士 出考场之后 不要说任何 跟富士那种相关的东西 什么也不要说 安安稳稳 等待上案就行了 自己的事 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懂吗 你们很容易忽略这一点 不要觉得今天就是说 哎呀 我分享一下这个题呀 这个出这个什么题 难不难 不难不难 就这些题 千万不要说 就是在这种 不经意的聊天这种 你就暴露了 就错失了 上研究生的这个机会 懂吗你们 你要是考本校 你消消停停的 好好准备准备 稳稳上 你要考外校 是不是 努努力 加把劲 把嘴封言 比天天跟满嘴跑火车 跟你二姑老的棉裤腰一样 懂吗 学校听听的 考上偷着乐就可以了呀 哎快乐 分享快乐不急于一时 是不是 你考上了 什么别人不知道吗 你山峰都可以拿着 那个录制通知书删 是不是 你都可以拿着 你的证件删 何必当时出考场之后 你去分享这么多呢 二个小时内 一定不要荒废 今天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 国家删出来之后的 十二个小时 应该做什么 视频更货满满 一定要听到结束 好 第一点就是 高分商量的同学 已经过线了 那么非常恭喜你啊 你可以接下来 准备你这个富士了 类似于富士的计划呢 和这个简历的模板 这件事情已经出了 我们可以直接去 到地方回复富士 这样就可以了啊 同时就住富士的时候呢 可能在线上线下 一定要进行 两手准备 一些着装啊 灯光啊 设施的这样的一些 要求你们要看好 这样的话 然后呢 去年就是广西大学呢 它在线出来之后 七天之内就要富士 所以说这个时间 还是很紧迫的 你们一定要重视这个富士 不要觉得你分很高 就忽略了它 往往 哎 牵一发动全身 是不是这个地方很重要 导师呢 也会看中以下几个方面 这个方面 你们在简历里面 一定要好好体现 第二点就是说 是擦边过 比如高高五分 高个十分 高高七八分 这样同学怎么办 两手准备 富士和调剂 同时准备 你打电话 给你依据的那个学校 问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是否能进入富士 第二件事情就是 问是否能进行校内调剂 话术呢 学姐之前也都出过 可以去看 如果要是不能校内调剂的话 那问一下 可不可以参加其他调剂 这样 哎 是否参加其他调剂 之前我们也出过话术 这个也可以去看 第三种情况就是说 你当科没过 如果当科没过的话 一科没过 英语或者政治什么样 你可以尝试叫什么 破格录取 尝试啊 破格复试 这种 破格复试 破格复试呢 有以下几些条件 看你要去满足哪个 专业课 140多分 然后呢 同考科目低于 5分以内 总排名呢 就是在前五或者前十 最后最重要一点 就是说 你最好有一些科研的 一些实验的 这种突出的成就 哎 这也是一个破格复试的 一个要求 同时一定要记住 如果你要申请 破格复试之后 那你就不能再调剂了 所以这个 你一定要慎重 再慎重 哎 第四点就是说 这个如果你要是 没过所需的这个线 就你知道的那个线 比如说 你过了A线 那么你可以求各地认选 过了B线呢 只能调剂B 这两个 你们要清楚 因为复试线 我们知道 它是什么 它是 你不仅要过国家线 也要过这个校线 甚至有些学校 还有专业课的那个线 真的是很变态 这个是吧 所以说 你想了解一下 自己的这个情况 你可以 至少我们出国这个视频 怎么样的 看自己能不能调剂上 找一些低分 这样是吧 你也可以联系一下 这个学校 看看是否可以 进行校内调剂 或者说 你可以看看其他学校 至少要保留三个 可以调剂的学校 多看一看 选一个和你专业相近的 这样的话 可能也是 更好调剂 我们之前也都说过 这个问题 最后一点就是说 未来的12个小时之内 我们复试 如果进行不了的话 那就是主要任务 最主要任务 还是在调剂上 调剂 问什么 问缺额 缺额的话 一般一定要记住 在工作时间问老师 因为老师会答 很多这样的问题 明年还是周五了 你们尽量在什么 早九到中午11点半 下午1点半 到晚上4点 这个时间 问老师 这个时间 然后打电话 打不同就要一直打 你要插在那个 中间那个空隙 让老师打电话 有一些话术 问怎么问 调剂之前也都出了 给你们线上模仿过 这样 因为什么呢 现在来说 对于考研这些学生来说呢 这个时间 是跟老师沟通 最好的时间 因为呢 老师也会有一些耐心 跟你解答的 可能再过一段时间 老师可能没有太多 那种耐心了 所以你们记住 就是无论考的怎么样 进入复试也好 不要不进入复试也好 都是我们的一个过程 其实不要太纠结于它 对吧 就像去年 加入好多度学的这个解谜 今年也都高分上岸了 今天晚上我就收到 陆续收到很多消息 告诉我学姐我怎么能联系老师 我看了你那个模板之后 我有这种感觉 但是我还是不敢去 去联系 这样你可以假装给自己打电话 这样去问一下 给自己打电话 假装你是老师 你自问自答 你多试验几次就好了 就像我跟你们说 面对着镜子 这样说话一样 是吧 12个小时 这个时间真的是黄金时间 如果这个时间错过了 再往后 老师可能会认为 你是一个无心的人 所以说 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时间 当然 如果你这些都没有做到的话 那么我们就选择 自家的规划 是不是 是二战呢 多战呢 还是选择工作 当然我也随时欢迎你们 加入学姐读学 然后今年我们一起学 你们千万不要伤心 每个人的人生道路吧 其实不一样 努力结果也不一样 可能有些方法吧 你不会 但是我相信最后呢 通过我们一起的努力 一定会让你在考验的路上 深圳的人生道路上 都有一扇 新的大门 被你敞开 关于国家 现在会不会降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规律 我觉得很多博主 应该有发现这个规律 就是他每年定线 是以什么成绩来定的分数 是以最低考的最差 大家这个分数来定的 比如说今天英语 考的最差 就以英语成绩来定 最低分这种 数学考的差 就以数学最低分来定线 定这个国家线 你看啊 再可以观察一下 通过这几年的那个变化 就是说 数学150分吧 对吧 是英语的1.5倍 这个线 然后周年课300分吧 那是英语的三倍 所以他几乎就是以英语为定线 今天英语很难 是不是 所以说他这个 很难 可能是成为考最差的一个学科 所以国家线应该是往下降的 这个也是一个分析的一个点 再就是说呢 你影响这个国家线 变化的就三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什么 是招生计划 今年招的和去年 其实人数差不多报名的 所以相当于什么呢 这个几乎是不变的 第二个因素就是什么 是这个报告人数 今年呢 虽然说人数 就是和去年差不多 但是气口率高啊 有一些因素 是不是 所以说也是下降号的 第三个因素就是说 是关于这个题的那个难度 今年的题肯定是比去年难 一年比一年难 所以说这个难度也是上升的 这个所以说国家线 可能也是下降的 总上所述 是不是 整体咱们说这么多下降 影响的因素都是下降的 成正比关系也都是下降的 我不知道这样分析 有没有权威性啊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 可以参考的标准 今天呢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学姐这个论文的致谢啊 听一听 就是和你们的有什么区别 好 致谢 行笔至此 有种如是重负的轻松感 与有一种 今将别离的示弱感 对于亲朋好友的感谢 已在平日 今天在这里 我更多想象那些素未谋面 也未曾表达感谢的人 致谢 一谢祖国 有幸生于华夏 见证百年风华 正因祖国的蒋大庇护 才有了灯火通明的万家 面对肆虐的疫情 我们仍能够风雨同舟 从容应对 让世界见证中国 人民有信仰 国家有力量 民族有希望 山河中会无恙 我们也会一直追随 五角星的光 欣逢盛世 定不复盛世 五辈愿意青春 捍卫着盛世之中华 二谢研究对象 我很感谢老师和学校 愿意给我读书的机会 愿意让我继续读书 当然 我的很多痛苦也源于他 但是他在很多时刻 也给予了我一些超约人士的抚慰 细锐敏感 是我胶着的根源 论文的产生 大多是源自于顺年的感受 和对研究对象 跨越时空的片刻共情 文字 是我暗藏无影的夜色 所有人都称赞他的肃穆 在我面对死亡最渴望的那个晚上 却好像听见了文字 独卓时 微乐叹息 他坐在众人间 推背幻展 谈笑人声 清酒如喉 化作一句 取乐在一招 没有人知道 文字对着世界 有着怎样的悲戏 吸引我的 不再是失明的雕琢和豁达 我相信 在汉原文字的无奈与矛盾 更让我沉沦 牵引出我风言一语 时间之间不可逆转 我与文字在不同风月下共生 万古长空 我感受着你的感受 三谢导师 某老师 为乐乐流泪的人很多 我的勇敢不是能力 而是因为老师的善良和温柔 在遇到老师之前 我的坚韧就像一具空壳 里面既是自责与懊悔 老师让我读陶渊明的集子 不为了一篇论文 我和老师学到的也不只是一篇论文 跟老师学习的两年是我生命里最珍贵的体验 我的老师经常为我考虑 他说如果我失去了文字 那么我还剩什么 他也一样 他也经常对我关心 会担心我下课回家赶不上车 也会担心我感冒时候无人照顾 也会担心我在百忙之中 是否照顾自己的感受 他就像和煦温润的春风 无时不滋润着我 他从不催促我的进度 闲庭信部 我的交集 总可以在他里得到化解 这种感觉 就像竹上盲鞋轻盛马 谁怕一缩烟雨任平生一样 写过许多感谢的文字 但落笔这一刻不知从何说起 总担心遗漏 我不知道如何表达 对老师的这份善良的感谢 但是我相信 我愿意把这份善良 传递给身边的所有人 因为感受过温柔善良的人 才知道如何给予和付出 我依然会留意 就像此刻 只不过后来 是因为感动和太多 四 感谢自己 沉浸在谦卑内敛的文化氛围之下 习惯将他者的攻击 化为利刃 刺向自己 寄生于学习 他者文字 唯独无视的自己 向全世界致歉 当秋风吹不进房间的时候 我被迫搁置最在意的任务 背叛自己所谓的理性颜面 却在死气沉沉的生活里 获得另一种新生 25岁的开始 才感受着自己活着 我不知道是谁扭曲了谦卑的含义 教人们自我贬低 让无数人为此痛苦 为此自责 只是今后 我的世界里 会将所有约定 缩成的概念重新定义 其实教育 本该是让人发现个体 而不是驯化群体 每个人都值得被关照 被看见 谢谢自己 在这几年里 一直坚持活到现在 也谢谢所有老师 对自己的照顾与爱意 每一个个体 都值得被关照 被看见 谢谢自己 在过去的几年里 一直活到现在 谢谢对自己的照顾与爱意 路门不是我认为 人生中最必要的 夏夜里29度的风 9月下午散落一地的 花与斜阳 做真正的自己 让读学姐妹快乐 感受与体验不同的人生 才是我认为 人生中最珍贵的事情 五谢棚子 橙子 小张 谢谢丹姐 在我书法上的教诲 谢谢明明 陪我彻夜长谈 从无偏年 谢谢月月的关怀与偏爱 谢谢你们为我流泪 为我痛苦 帮我走出困境 谢谢爸爸妈妈的理解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谢谢明明 你的产护 是我永远最骄傲的事情 谢谢西西 教会我爱与奉献 你也是我生命里 珍贵的礼物 最后 还要感谢我本科院校 某学院 在中文系 我遇到了很多同学和老师 谢谢夫妇老师 对我的帮助和教导 谢谢张爷爷 在毕业时 对我的叮嘱 他说 学汉语言文字 一定要能坐住冷板凳 谢谢你 我坐住了 现在我要离开冷板凳了 去过更热烈的人生了 最后 谢谢面前的你们 谢谢屏幕前的你们 谢谢我所有的粉丝 一直能陪我走到今天 真的 你们的每一个三连 每一个点赞 每一个关注 都是对我 无比的支持和救赎 谢谢在这里 谢谢你们 正是因为你们的努力 你们的坚持和坚守 让我能走到今天 我真的因为 由你们感到高兴 你们将会是我人生中 最珍贵的宝藏 生活或许一地鸡毛 但我相信 我的人生 千金不换 哈喽同学们 听说的这个声音啊 依旧还是阳性的 恭喜你们啊 这个考完试了 是吧 终于可以结束 一段艰苦的 这个煎熬了 剩下这个时间 都是好时间 但是 有几个需要做的事情 一定要先跟你们说啊 首先就是不要去关学阶 因为什么 我给你们准备了 好多好礼物 我昨天去 为良品扫荡了 给你们发一些礼物 估计先咱们直播 好吧 抽奖 送礼物 基本人手 都能拿到啊 小礼物 还有就是一些会员呢 有一些什么 爱惜的会员呢 百度网盘呢 跨客网盘呢 等等 都送给你们 这个是一个重点啊 所以说千万不要去关我 是不是 陪着我也是好的嘛 第二个 就是说一定要对对答案 这时候 该是你对答案的时候了 这个对答案 需要关注哪些点 就是一定要看 你自己的总分 尤其是英语和政治 这一块 总分 那看能够得多少 有个区间 比如说我大概能 政治能达到 70到80这个区间 然后我们再细算 怎么样细算呢 你看 你对答案之后 比如说 你按照得70分 这个来说 你作文得几分 对吧 10分的作文 得几分 得七分 还是八分 大概 怎么看大概 就是第一跑不跑题 没有跑题的话 再看 你回想一下 你写这个作文 还有或者是翻译啊 哪一个部分的采分点 比如说我今天吃饭了 你写上我喝水了 那肯定是没有分 是不是 比如说我开心的吃饭 你写成我心高采烈的吃饭 这个也许会给你分 这种的话就算上自己的分 是这个意思 中心不能跑题 对不对 算自己的区间 我模考了一下 我这两天模考了一下 我正式大概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84分 我自己模考完之后 然后我英语的模考 英语一和英语二 英语一的大概得了80左右 就是说我按第一的这样算了 然后英语二大概是84 就是我模考完 但是你不能学解笔 是不是 因为我这个已经是 有一部分是会了的 对吧 一定要对答案 对完答案之后 知道自己一个整个的 大概的情况 然后你决定是二战 还是工作 或者是怎么样 复试决定 是不是 然后接下来呢 关注一些重要节点 就是说 复试的时间点 看你省 大概是什么能处成绩 千万不要过于晚的 准备复试 在此的时候 可以提前先联系一下 这个导师 怎么联系 我告诉你们 你可以去贴吧 或者是Q空间 就QQ 找一些群 那个群里面一定会有 就是你学校那个学姐 甚至能找到 同专业的这个学姐 侧面打贴一下 老师的喜好 研究方向 历年发表的论文 更倾向于哪个方面 这种对你复试 真的非常有好处 这样 所以虽然说 我们不能完全到那种 就是对他的这个 投机所好 但是我们可以80%的 去了解他的方向 然后你在这个方向 有一些你的自己的想法 比如说网上说 创新 创新教育模式 那你可以在 他创新教育模式之外 你相反的提出一些 比如说不创新 会怎么样 这些老师还会喜欢 比较有建设的同学 这样对吧 再就是说 可以加入咱们读学 如果想要是 二四考研的同学 可以加入学姐的读学 咱们那个 公主号上都有 菜单栏 是不是 有那个给家学姐 再一个问题就是说 可以利用这个假期的时间 好好陪陪家人 对不对 给自己做个规划 你南方小伙伴 天气不是特别冷的 可以练车 对吧 虽然说现在这个 全中国这个形势很严峻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学一些自己的技能 学练车也好 对吧 还是自己想做一些 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好 但是一定要记住 千万不要过于的懒散 极度的狂欢过后 就是非常大的空虚 你们一定相信我这句话 呃 不想让自己空虚的 就赶紧学起来 对吧 就是好好利用这个假期的时间 然后呢 二四考研的同学 已经确定决定今天考研的 无论一战还是多战的 一定要先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需要买什么书 买什么课 不要多买 哦 不需要多买 对不对 可以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院校 确定院校之后 你现在努力的方向 就可以是先看个专业课 对吧 然后呢 看个英语 大纲的单词 像正直的话 不用着急 今年呢 学姐会做一个完全非常系统的 这个课程 给你们就可以了 哎 去年咱们那个代背呀 还有这个讲题呀 都得到非常大的好评 所以说你们不用着急 哎 这样 好 总之呢 就是这几个问题 呃 过几件咱们直播抽奖 千万不要离开我 不要离开我哦 给你们送礼物 咱们都会送的啊 这期视频看到就是赚的 分享一个几乎没有人用到的考验办法 很多人都是在 备考初试阶段 是从来不会看富士的东西 觉得富士离以后遥远 而如果有些有新人 就会看的 而这个就是恰恰你超越 你对手的一个机会 准备出试的老师和和准备富士的老师 也许是同一个人 这样 所以说他准备完富士 会带着研究富士的心情 去出出试的试题 那么你看到这个 等等就赚到了 如果要是没考到 其实你也不吃亏 提前看了 总归是跟自己专业有关的 你也学到了 你富士的时候就轻松了呀 如果你需要余力的话 一定要看一看 富士参考书目 你记住 近两年 你自命题出试专业课 有哪些你认为超纲的 可能出的就是 富士参考书里面的东西 这个真的是有可能的 身边的有一些姐妹 已经得到了验证这个东西 所以说我建议 备考研究生出试的这些同学们 你们 学有语句的话 一定要看一看富士 没有要求你像学富士那样认真 但是呢 你们可以大概看一看 今天是一个 劝你不学习的学姐 全网都要劝你们查成绩 我觉得吧 查成绩这个事吧 早晚得查 你可以今天查 着急的人的话 今天晚上就查 如果想今天晚上查的 过了12点03分以后 我建议你可以查 今天晚上12点整 我估计延长网都得堵 你都进不去 如果要真的很想查的话呢 你可以先进延长网 然后输入这一串东西 你可以去查一查 我当年呢 是03分的时候 真的查到了 因为他当时是说 到了那个日子就开始查 好多人呢 是等到上午才查 可能是不想面对 也有可能是 没进去 都有可能 对吧 我当时就查到了 因为我觉得 我是肯定没问题 所以就查了 如果你要是不想查的话 你今天可以不查 明夜也可以不查 你甚至可以再等一等 等个四五天再查 这样 这种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适合考的很好 和考的很不好的人 如果是你要中间的人呢 我建议你还是查一查 你好决定呢 这个分数 你是调剂 是复试 能复试 还是选择其他的二战 多战 或者是工作 建议你查一查 如果要是很好 或者很不好的人呢 我建议你 要么就可以查 要么就不用查 如果要查了之后 你能激发你的这个斗志 如果你考的很不好 那你就可以继续 进行操作 是不是 不过 无论如何呢 都希望就是说 我们努力一回 希望有个好结果 如果没有好结果呢 那我就想一想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是否真的全身心努力了 没有努力怎么办 一个办法 肯定能让你上岸 那就是加入学姐的都学呀 是不是 你肯定能上岸 对吧 还是希望大家有个好的结果 考神附体 希望二三年 我的学生都上岸 希望二四考研的 所有人都加入了都学 今天晚上零点 一定要熬夜调剂 之前我们也出过 调剂的全部流程啊 可以看这个视频 你要听虚 把下边这个说完啊 首先第一条 就是说一定要熬夜调剂 因为每个空 空36个小时 才能解锁出来 所以说要填两个 空一个 因为很多名额 凌晨是不放出来的 要到八点和下午六点 这个区间才放出来 你们一定要记住 所以说空那个志愿 在六号 就是明天 下午六点之前 你填完就可以了 第二个 就是也就是 明天凌晨 你要填两个学校的专业 对吧 然后八点呢 一定要给这个学校打电话 争取让学校呢 给你发复式通知 这种跟他沟通 如果要是说 学校不要你 你就赶紧请求学校 尽快把你拒绝 点击拒绝 这个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填新的 学校专业了 对吧 如果要是说 没有学校要你 也没有学校拒绝你 记住 那么七号中午十二点 你就可以改了 改了就不能给你 发复式通知了 一定要记住 所以说你又多了两个 调剂的名额 八号早上呢 你又多了一个 调剂的名额 第三志愿的这个时间 正好也到了 所以说 通过以上的这个操作 可以让你迅速 有两轮调剂 六次机会 学校给你发复式通知 那你就可以 修改志愿了 不影响你的路区 记住 这个一定非常重要 然后下面呢 学姐再说一些 就是注意事项 第一条就看 四月六号凌晨 一定要马不停写去填志愿 从填写成功那一刻 开始计时 记住 你填写提交成功那一刻 开始计时了就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 正式开通的时候呢 需要重新填写备注 所以你把备注写好 编辑上 之前这个视频 咱们已经出过备注了 对吧 第二第三个就是说 预调剂的十个志愿 正式调剂的时候 只能转三个志愿过去 所以一定要选好 三个志愿一键 就转化这个了 第四个 调剂系统 信息一般是不全的 一定要去学校官网 看看具体要求 因为有学校 需要四级 这个很恶心 知道吧 第五个就是说 志愿三个 专业的平行志愿 没有高低之分 第六个就是说 你怎么样选 你自己喜欢的学校 你想调剂学校 你可以先就是说 你意向的调剂学校官网 先去看 看去年的这个录取名单 看调剂的人数 都是多少分 调过去的 再打电话 你等等一招办 你的分数 专业调剂 有没有这个希望 你的分数 调剂你想要的一个专业 然后呢 你看官网调剂要求 你是否符合 再就是说 你根据你自身的一些 优势判断 比如说 你的本科技典 四六级 讲话证书 科研经历等等 这些都可以 哎呀这样 如果你要是符合的话 那我真的是特别恭喜你 对吧 然后七就是说 复试前好好复习 基本就给你们安排好 这个计划 之前出货 是不是 有记录 尤其是专业课的指示 这个真的很重要 能看多少 看多少 能背多少 背多少 大家时间都一样 看了就是你的努力程度了 知道吧 学校其实和老师 都不会问到大家的 然后第八点 就是说 马上还有几个小时 就到四月六号了 很多学校已经 基本发布了 这个调剂通知 你们要仔细去看一看 千万不要怕麻烦 同时你也别 只看调剂系统上的要求 因为信息不全 去学校观望 一定去观望而看 最后呢 想跟大家说 就是调剂 真的是一场持久战 真的就是坚持到最后 并且呢 按照学习说这个 真的去做了的人 才可以胜利 感谢考研橘子找师兄 提供一些灵感和帮助 咖啡不用冲 迟早会成功 第三点 真的很重要 针对家长关系 情事关系 图书馆 站座关系 都可以有很大的帮忙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学姐啊 最近比较火的这个狂标 你们都看了吧 我是已经刷完了 真的是考研人必看的一部剧啊 剧里面高启强的这个人物 真是值得每一个考研人学习 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说一说 在高启强审神 哪些知道我们学习的一些点 一定要记住啊 好 第一点就是说 他始终不停止的学习 很善于接受他人建议 当这个安心给他开完书单之后 对吧 他立刻化身读书当 开始读书 而不是敷衍地去读书 真的去想学 看那个孙子兵法 对吧 导致这个孙子兵法 在某当上的价格直下上升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作为考研人的话 一定要虚心接受他人善意的建议 然后呢 真的去学习 而不是假努力 这样 好 第二点事情就是说 高启强做事呢 是能屈能伸的宽颜相近 说话呢 也是非常有智慧 机智圆滑 记得就是他给太叔下跪那一场戏 全网已经剪辑烂了 那场戏 面对太叔说你不恨我 高启强说 我是因为你是在试探我 把自己姿态放高 把对方 放低 把对方捧高 真的是非常懂礼数 同时呢 恰如其分的献上这个钱 对不对 现在那个红包 所以说这样的话 他将闲鱼翻身 完成身份三级跳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考研党 尤其是富士的考研党 在面对面试这个面试官的时候呢 一定要放低姿态 不要一直努力想展现自身的优势 当然 优势展现这一方面 千万不要过度去展示 对吧 你要把对方捧高 这样的话 你才能表现出你一个虚心的态度 当然你联系导师的时候 一定要投其所好 选一些导师爱听的 是不是他接受的 他喜欢那个方向 你去说 这样就可以 表决心的同时 一定要有一个虚心的态度 第三点 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也是让我最佩服的一点 就是高启强 他有了一个超乎常人的情绪管理能力 对于每个人考验人来说 情绪的好好的管理真的非常重要 他呢有以下几招 第一招叫什么 叫视角抽离 印象很深的 你听我先说 就是吃猪脚面那一场戏 他和安心对吧 各种试探过招 安心的真的很会炸 把手表往中央一拍 直接给高启强一分钟 这也是高启强 给自己辩解的最后一分钟 对不对 当时我能想象 高启强他的心里 这个弦已经崩到极致 但是他依旧非常淡定 心口四肝 胡变乱造 甚至还很轻松的吃起了面 那么他是如何做到呢 就是视角抽离 他始终就是没有进入到 和安心对话的这个环境 他把自己当成一个抗客 就像安心和一个人在说话 他是看着他们两个在说话 是与一种上帝视角去审视 安心这个话 对吧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你不进这个局 不接他那个招 你就会反映很迅速 这个就会揣摩安心 话里背后的每一句话的 这个深刻用意 假如自己是一个听众 听两人的对话 这个时候他不再举一会很轻松 是不是 各种胡话张嘴就来 但是落实到考研的时候呢 这个很有必要 举个例子 就是说你在处理考研和室友 图书馆站座家长的关系的时候 总会有一方会出现情绪 激烈的时候 如果对方出现情绪激烈了 你记住 你千万不要生气 你要一定要把自己 从这个当时的环境 你抽离出去 假许你是一个看客 你看着对方 口不责言的这个样子 你带着一种 居高临下的审视 你就不会生气了 也不会被带进去 也不会去骂他 你甚至会觉得 这个人很有趣 同时你要告诉自己 不要变成这样的人 对吧 你好好体会一下这一招 就是说白了 我不上你的当 不接你的招 不进你的局 所以你也不会影响到 我的情绪 反倒是你生死历劫 让人耻笑 对吧 然后第二招 就叫搬猪吃老虎 Fick it 不要让他人看透 我怀疑的强额真的 不仅读了孙子兵法 而且也看到知否 知否里有一段戏 就是说林小娘 对吧 在劝莫兰的时候说 你一定要把面子 这个做足 如果你外面的面皮塌了 别人才会认为 你真正的垮了 真的非常有道理啊 就是说在有一段戏里 叫高强 面对徐江那时候 他其实内心真的很害怕 但是他真的把虚张声势 表现得淋漓尽致 对吧 很害怕的时候 也要表现得无所顾忌 有恃无恐那个样子 真的让徐江 真的一时三刻 不能拿他怎么样 反而相信 就是说自己可能有把柄 过在高强手里 或者高强背后有人 反而不敢杀他 不敢动他 不得不说 高强真的是有一种 作戏的这个人格 在身上的啊 我相信 但是演的真的太像了 他从此之中 把自己的这个情绪 控制的非常好 真的会演 真的是控制情绪的 一大发暴 你们记住一句话 就是最好的骗子 只说真话 演着演着就成真的了 他会对自己说的话 深信不疑 从此就进入了 那种状态里面 这个事情呢 落实到考研呢 是可以这样 就是说当你考研面试的时候 你面对这个面试官 你真的很紧张 你甚至腿会抖 手会抖 你说不出来话 但是你进去 依旧要很淡定的 很自然的 向他问好 对吧 该问好就问好 再就是说 面对同辈压力的时候 如果他们在你面前呢 说一些话 你不要去过度展示 自己也不要去说话 保持自己一贯的一个态度 这样久而久之 其实大家也就忽略了 这个态度 因为他得不到 他想要的答案 再说下去 他也是无趣 先